韓國議員 时间107年12月13日星期四 上午95分至下午12时45分 地点红楼202会议室 出席委员洪忠玉等13人 列席委员曾明中等9人 列席官员内政部中央次长陈忠燕等 主席管招局委员毕林 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 邀请内政部部长法务部次长 针对地方立法机关议事透明化 与地方议会议长选举端正选丰问题 进行专题报告并被执询 邀请中央选举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针对2018年中华民国全国性公民投票实施后 公民投票法内容是否因已修正 进行专题报告并被执询 讨论事项 1.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公职等选举罢免法 第61条条文修正草案 2.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替代议实施条例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本次会议经内政部政务次长陈忠燕等报告 委员洪忠玉等13人提出执询 军经中央选举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陈朝建及所属等及其答复说明 逆有委员王毅敏提出书面咨询 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并请相关机关定以书面答复 决定1.报告事项及导论事项 报告及综合寻导完毕 2.委员咨询会及答复部分 或要求提供这说明资料 请相关机关进出以书面答复 决议1.公职条例选举罢免法 第61条条文修正草案 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补充立法说明 该委员金办法锁定发给事由数额基准 及相关规定 以与公务人员执行职务 意外伤亡委员金发给办法 第3条第4条等一致 必相关选务人员受委员照顾权益得以恒评 2.审查完毕 拟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院会讨论前不需经党团协商 并推行管资级委员毕临于 院会讨论实作补充说明 2.替代实施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第27条 第29条 第33条 第34条 第39条 第45条 第51条 军造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43条修正如下 替代一难一般保险给付项目 包括死亡给付身心障碍给付及眷属上障津贴 全项死亡给付身心障碍给付或眷属上障津贴 与被保险人获取眷属事故发生 约份之保险基数金额为标准计算之 第一项保险记录如额短处应由国库拨布 3.审查环境 旅行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院会讨论前不需经党团协商 并推进管召集委员毕临于 院会讨论实作补充说明 临时提案 第1案 决议 除将第三段后段文字一个月修正为两个月外 于照案通过 第2案不予处理 3会宣读完毕 现在在场委员人数不够 所以我们暂时不确定议事录 那请进行今天的议程请宣读 讨论事项 讨论事项 审查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关于大陆委员会部分 宣论完毕 好 现在先介绍今天列席的官员 跟在场委员 在场委员现在还不在 现场红委员 我死在我没看到 对不起 红委员给他打个抱好 来 谢谢他一直很来 来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陈主委 副主委有来吗 副主委邱垂政 邱副主委 中和国教处处处长 胡处长 文教处处处长 储处长 经济处处处长 叶处处长 法政处处处长 蔡处长 港澳民藏处处长 杜处长 联络处处长 罗处长 秘书是主任魏主任 人事是主任李主任 主记是主任王主任 对 郑峰是主任罗主任 资讯处主任陈主任 行政院主记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 那再来就是 现在我们请陆委会 陈主委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今天非常荣幸 并要前来大院 报告 本会业务的概况 以及明年 也就是民国 108年年度的施政计划 以及 预算编列的情形 承蒙 各位委员 一直以来 对本会的支持 特在此 表达感谢 为了节省时间 以下 请提出简要的报告 上期指教 第一 两岸关系 和平稳定之发展 是建构亚太区域安全的重要一环 面对区域 与全球情势 复杂多变 以及中国大陆 对我拉打两手策略 政府以负责任的态度 以及务实的作为 捍卫国家主权尊严 民众的权益福祖 以及台湾民主自由的 生活方式 推动健康有序 对等尊严 两岸交流互动 那么积极扮演 和平的坚定 拥护者 以及沟通的角色 那么有关 107年 以过期的 预算执行情形 还有那个计划实施 成效 简单报告 本会 107年度 截至11月底 致用 资用室 占分配室的执行力 高达 95.75% 仅就重要工作 成果如类如下 第一 维系台海及区域和平 坚定 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 第二 维护两岸交流秩序 并研修 两岸交流规判 以因应 两岸情势的 发展 以及实物的需求 第三 落实两岸的协议运作 维护民众的 潜意保障 那么各项 协议的执行概况 请看好 附建一 第四 维护以及推动 两岸的经贸发展 第五 掌握整体情势动态 研绎 两岸 因应 策略 作为 第六 掌握 整体两岸文教交流 情势动态 因应 陆方对台措施 研拟相关的作为 第七 推动 两岸文教交流 传递台湾自由 民主价值 与多元文化的 社会发展现况 第八 强化台商联系 以及辅导工作 提供 切合台商需求的服务 第九 强化港澳各界交流互动 提升台港 台澳 关系良性 正向发展 即使 应用多元的管道 加强沟通说明 增进各界 对两岸政策的支持 那么第三 有关于 108年预算编列 主要的增减情形 本会 108年预算配合 施政需要 审慎检讨编列 执分数如下 第一 税入预算 编列了 7亿 税入预算 70万 对不起 70万6千元 那么以上年度同 包括资料 呼应费收入 利息收入 还有租金收入等等 那么设计数部分 我们编列了 9亿 4827万4千元 比较上年度 正列了 6974万 那么2千元 政府约 7.94% 然后扣除 基本的 行政的维持 还有捐助海基会 驻港澳机构等支持 可以用于两岸事务经费 只有2亿 7千 2亿 74万 7千元 请参考 附件2 那么主要 增列的 细目 请参考 附件3 的书面资料 第四 108年 预算分配 施政计划 编列的情形 本会 108年度 工作重点 以预算的 配置 如下 第一 综合规划 业务方面 我们编列了 30 63万 工作重点 为 省卓两岸的互动 那么中国大陆 以及区域新情势 透过办理两岸议题 座谈 以及研讨 还有主题的研究 民意调查 等等方式 广纳学者专家 以及多元的观点 那么研议政策 及因应作为 那么持续办理 协商 幕僚的培训 自立 推动两岸关系 良静互动 扩大国内 还有外国助互 交流 合作与对话 争取国际社会 对政府两岸政策支持 强化 县市政府两岸事务的沟通 协处 以及深化两岸研究资源 强化决策资源 第二 经济业务方面 编列288 9万元 那么工作重点为 研拟 两岸经贸互动策略 以及推展 重要的经贸议题 并且因应国际 还有两岸的情势发展 持续调整两岸经贸 相关政策 以及交流 以促进 两岸经贸关系的制度化 加强中国大陆经济的情势 还有两岸经贸发展的收集 以及延期 以切实掌握动态 强化台商联系 还有辅导工作 以提供 切合台商需求的服务 强化社会各界沟通 两岸经贸政策 以扩大凝聚 社会的共识 第三 法政业务方面 我们并列了 一亿九千五百三十七万四千元 其中捐助海期会 一亿六千五百七十万九千元 那么工作重点 在检讨研修 两岸条例 还有相关的执法规定 执法规定 那么推动两岸 协议的监督法制化 强化人员往来管制机制 强化公务员及离退人员 赴中国大陆的管理 那么推动两岸 共同打击犯罪 还有施法复制 智慧财产权的保障 保护合作 还有食品安全 医疗 医药卫生合作 等法政类的协议 落实执行 那么提升协议的执行成效 强化国人赴中国大陆旅行 还有人生的安全 并且完善 旅游警示机制 协助海基会 提升服务效能 落实执行政府委托的事项 第四 港澳盟障业务方面 我们并列了一亿七千 126万4千元 那么工作重点 是研修港澳事务法规 以便利双方的互动往来 那么掌握港澳 还有盟障情势发展 提供政策参考 那么深化台湾与港澳青年交流 以及各层面的这个互动 争取我 对我认同 持续推动 以港澳官方 联系沟通 强化 驻港澳机构服务功能 以国人 急难救助的协处 第五 联络业务方面 我们编列了四三二九万六千元 工作重点 是运用多元的管道方式 在政策推动的各个阶段 那么加强对各界的沟通跟说明 那么深化与媒体的沟通 有效来传播政策的私讯讯息 安排与国际访兵的互动交流 互海外参访等国际的文献事宜 透过适当的场合 或者方式 那么持续强化两岸政策议题 以及交流事务的国会沟通 以及咨询联系的工作 第二文教业务方面 我们编列了四四四九万九千元 工作重点 是配合两岸局势的发展 强化两岸整体文教交流政策 以及政策的演绎 那么透过政府与民间的力量的合作 协助民间团体办理两岸文教交流活动 促进两岸青年学生互动 以及了解 增进两岸资讯的相互流通 那么展现台湾社会民主自由 以及多元文化的活力 那么落实对中国大陆 台商子弟教育的辅导 那么增进台商子女 对台湾文化的认知以及认同 第七 一般行政交通及运输设备 那么第一亿倍金 我们编列了四亿 三千四百三十二万一千元 主要是人事会 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会 资讯管理与维护等等 那么第五 有关坚补助计划 以及政策宣导相关的广告办理情形 那么本会订定 大陆委员会 补助办理两岸民间交流活动的 作业要点等相关的规定 基于办理各项 两岸交流活动相关的 补捐助作业 那么 警戒这个本会 106年 补捐奖助 其他政府机关或团体诗人 经会的报告表 请康考附件事 那么自从民国101年度期 本会按月仪 网站上公布 办理政策宣导相关的广告 并按记 韩寿 大院在案 警戒本会 106年度第四季 是107年第三季 办理政策宣导相关的 广告的会整表 请参考附件 最后 展望未来 面对预期复杂的整体形势 为了维护我国家利益 还有民众的胡子 那么 政府将密切掌握 台美中互动的发展 那么中共对我施压 对我各层面的可能影响 那么 意为 研议因应 那么相关业务 推展更显重要 需维持相应的议算 以为因应 本会将持续 预行民主机制 以及普遍的民意 本会尊杰支持 效能 为先的原则 研议及推动 有利人民福祉的两岸政策 为国家整体发展 创造最大的利基 那么本会108年度 税务 税出议算表 马翔 附建六跟附建七 敬请各位委员参业 事与指教 并鼎立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委的报告 那我们现在先确定议事录 对上次会议的议事录 有没有错误跟遗漏 没有 那就确定 那现在我们就 报告完毕 我们就开始寻答 美会委员 本会委员8加2 可以吗 那会本会委员是6加2 那今天因为有议算跟提案 所以请各位委员在 我们的通知是讲 12点 以前送出来 因为 弄出来以后还要整理 那到现在为止 只有我的提案4个案 所以能不能请各位委员 能够早一点提出来 让大家能够 就是议事处能够早一点 把它整理出来 好不好 我们通知是讲12点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越早越好 好不好 那现在我们就请洪委员 好 谢谢主席 请陈主委 好 洪委员早 10号嘛 那已经离开我们了 那我想他那个告别式是什么时候 这个我们会配合家属来进行 但现在已经在海基会的供量厅 有一个公计的场合 已经有一个公计的场合 那个主委 你好像还没有掌握 因为他还没定 还没定 那那个 中国这边有指派 前海协会的会长 陈云领要来 他什么时候要来 你们有掌握吗 已经提出申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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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到 媒体都已经报了 几号要来 他已经提出申请了 20号 20号嘛 20号要来嘛 所以我看到的媒体报导 是21号就要回去了 他只是来调研而已 就是来调研一下 那我想刚好 那个江炳坤前董事长往生 但是我们两岸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协议 是在他手里完成 而且刚好这阵子也碰到了 那我就直接问你 那个非洲租瘟 在中国的状况 我们这边陆委会掌握多少 现在我们掌握了 他已经扩及到22个 这个省市区了 省市区 那么33个行政区 仅剩下河北 山东 广东 海南 甘肃 广西 西藏 零下 新疆 港澳 特别行政区 没有疫情以外 另外他达到93个案例 那么显示中国大陆政府 对这个疫情 尚未能够进行有效管理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就是他有 那连离我们最近的福建 浦田 都沦陷了 也沦陷了嘛 那浦田就跟我们金门相对而已啊 我想这个你们应该确实的去掌握嘛 那我想这个海峡两岸农产品检验合作协议 他是在98年的12月22号来签署嘛 那99年的3月21号生效 我们大概用了8年多 那这8年多来 我们有没有再去重新的检验 或重新的修订 对不起我上任以后啊 还没有就这一块进行重新的这个检验 其实那个主委 在这个协议里面的第五个部分 通报的事项 他有分即时跟定期嘛 对 那像这一件这么即时的状况 你们到底有没有掌握住 我们已经前后已经三次正式气文给他 请他们把相关的状况来通报我们 但是很抱歉 因为他的政治考量并没有 这个 他没有回答你们 没有回答我们 那在你从你上任之后 我们有没有双方定期通报的这个状况 我刚刚跟你讲是即时跟定期哦 他在通报四项的部分 他有分做即时跟定期嘛 那本期希望 根委要报告 根委报告 我们今年1月到10月 双方通报查询还有联系 一共有90件 比较上期 上期的同期减少了18件 减少比例是16.6% 那那个主委 这一次的这个非洲租瘟 在中国 它大概已经发生多久了 你们有没有掌握 这个租瘟从8月3号开始 才8月3号开始吗 今年的8月3号 政治爆发出来 是政治爆发 其实更早之前就已经有了嘛 但政治它 这个在公开里面 那个主委 我要提醒你 就是在这个合作协议的 第六个部分 紧急事件的处理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紧急的事件嘛 那从8月多开始 他们爆发出来 到现在紧急事件 我觉得你们掌握的状况 好像没有非常明确 这个涉及到这个北京方面的治理能力 他认为他认为他可以控制 他认为他可以从东北发生 他认为可以控制 所以一直压下去 可是其实是压不住的 那整个的不断的串联 不断的扩急 所以现在整个这个22个省市 都已经发现了 出现了疫情 其实那个主委 在现在的那个资讯里面 就有一些算是比较续念的 像本期放夜给你听 就是真实的转述 我们公司在推广香肠 只要你愿意带回台湾吃吃看 我们就发给50人民币试用金 或折抵200台币 你可以帮忙大娘做业绩吗 不吃你尽管丢厨余桶就好 丢厨余桶也不行 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一篇 在网路上流传的一个笑话 但是我觉得这个显现出来说 是不是连这样的一个疫情 都会被牵涉到统战的问题 他会不会运用这个这一次的 我想这个东西非常非常不应该 不应该这样乱传 这是假讯许 我也觉得这不可能 但是我们就被拿出来 当成一个戏灭的武将 所以谢谢伟人揭露这个资讯 我们在此也要呼吁 在此再度的呼吁 我们全国的老百姓 还有大陆来的访客 还有这个来探亲的人 假讯息不应该这样 绝对绝对不要期待大陆 我真的不相信这个 我觉得怎么可以把这种疫情 当成一个玩笑的方式来传播 所以这个所有的假讯息 要把它揭露出来 才能够真正能够防止到 所以这个是很不应该 但是我刚刚讲再度呼吁我们这个 国人还有大陆来的访客 或者来探亲的 绝对绝对不要期待 这个大陆的肉制产品 不管生的熟的都不可以带 那么现在最高最高 滑到100万台币 那我们的第一线的检疫工作 非常辛苦 但是呢我们毫不代谢 我们协调了各部会 相关的部会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陆陆续续 我们可以看到了 在旅客的行李箱里面 在这个海关里面 我们看到 前一次其实跟委员报告 我也去了金门 去了马祖 那在第一线小三通的防线上 一再的去告诉他们 主委那个您有没有掌握 这个防检局 他们就是这两天 包括这两天 包括到昨天为止 查到的这个案件有几件 开罚的有几件 我比较注意到的是 他们能够在旅行箱里面 都找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期待的这个香肠进来 那个目前 那个违规的案件 已经有33件了 那开罚的也有11件 是 那主委 你们 你们是有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告诉国人 或是告诉民众 这个 这一次 这个非洲猪瘟在中国的状况 你们有在你们的网站上做连结吗 有 我们有很 这个及时的 这个有关 这个非洲猪瘟有快讯 快讯的这个宣导 我们有快讯的宣导 那当然我们当然配合各单位 但是这个对 主委你真的有掌握吗 我 因为本期有上去查嘛 是 你们的那个首页连结只有在 鹿港澳的旅游警示上面才点到啊 我觉得这个 因为这是我们管的这一部分啦 就是他的 是 这个鹿港澳旅游警示 还要再点进去里面只有一条呢 有关中国大陆非洲猪瘟疫情 各位 报告委员 现在不是只有网站 我们有那个LINE 我们的Instagram 我们FB 你可以看看我们的FB 我们LINE 我们在掌握最新的最会去Approach的这个社群网站里面 我们不断有这个东西进来 主委 我是担心你们不够及时啦 然后层面也不够啦 所以本期在上礼拜五就有上去看啦 看了之后我发现怎么这么少啦 所以我才赶快提醒你 谢谢 谢谢委员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个会训里面有 中国大陆非洲猪瘟疫情资讯专期 你点进去 都相关的资讯就在这里 连结 其实那个 那个主委 这一次的非洲猪瘟 我想民众不是只有关心 会透过农委会关心啦 甚至也会透过我们陆委会 应该 这是我们也值得走在啊 所以本期才会赶快礼拜五 就进去看嘛 所以我发现 你们对这个部分的这个连结 真的是不够多 我们会强化啦 因为另外再请委员 可以看我们的LINE 官网 我们的Instagram 我们的FB 我们有不断的宣导 因为这是年轻人 或者现在最容易去 去Approach的这样的一个 那官网现在是比较少 坦白讲这个 这官网比较少嘛 所以本期才提醒你啊 我是礼拜五下班的时候 去进去看的啊 是是是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 所以你们今天是不是赶快快点啊 会 好 好不好 这样可以啊 对 我们会不断的更新 好 谢谢主委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张鸿路委员 不好意思 我一样我请 陈主委 委员早 委员好 主委早 这个 其实两岸很多的政治议题 也不是 一时一刻可以 可以解决 我早上我还是 同样的我其实比较关心啊 非洲猪瘟的疫情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报告里面啊 这边28月 你这边有写 今年8月初中国大陆爆发非洲猪瘟疫情 我方已透过协议窗口 洽行陆方提供疫情 及最新情形及农产品边境管制措施 未或入方回复 这个是到现在他都没有回复我们吗 还是 他不理不睬吗 坦白讲 跟委员办法 这个我方啊 已经有三次 正式的来 请他们按照原来的协议 来通报我们的疫情 但是确实他们没有回应 那是不是他故意 我想这个一方面啊 可能凸显在北京方面的 大陆方面的治理失能啊 因为他这个疫情啊 从8月开始 8月开始爆发以后 他以为他可以控制 没想到连环爆 到现在已经22个省市了 所以他基本上啊 这个对疫情的这个掌控啊 如果如果很有效的话 不会这样的快速的扩散啊 所以他自己恐怕的治理 都是都有问题 到底哪个地方又要报 那照道理我们请他 那么来通报我们 但是坦白讲 我不希望 我也不愿看到他政治考量啦 因为这个防疫两岸的交流 这么样的频繁 是有关两岸人民的健康的问题 我不希望他有政治考量 你不希望他有 我知道 我们也不希望他有 但我今天要问的是 他有没有 我认为他有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他有没有 我有珍重委员的看法 有珍重委员的看法 我觉得他很多事情 当做他不做 应该去做的 而且你看哦 像现在很多的网站 很多的什么的 其实还有送猪肉的 我觉得他是不是故意就是要把台湾啊 也让台湾啊 被非洲出恩这个疫情淪陷 这个是很不应该的 而且很不道德的事情 不应该不道德 他都在做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请国人 所以我今天要问主委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我想疫情扩造到22个省市的 这些很多已经不正知名了 他的中国的内部我们 不管他 可是他对台湾 你刚刚也讲的 这28月他第一个不予回应 第二个他对所有的管制 也都没有 而且我们看到报章的杂志的报导 陆克来台湾 还是有带猪肉来啊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看到媒体的报导嘛 那我相信他有可能 而且我们也检疫 我们也检查 那是我们查到的 那是查到的 是啊是啊是啊 那如果是他故意这样子 我们没有查到的 他故意把他的半成品啊 然后或什么的啊 猪肉的制品 故意大量的 透过这个陆克来台湾 大量带来台湾 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这个我们不查到 显示他有带进来 所以如果他变成故意 是不应该也不道德 但是他的不应该不道德 我们不能没有作为啊 对不对 别人对不起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不能没有作为 所以我们的作为 是强化第一线的检疫 强化第一线的检疫 不是主委 我们台湾我们自己要的作为 也我很早就开始咨询这个议题 不是今天 我认为也不是只有你陆委会 你陆委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我原本记得我们陆委会 职责是所在的 各部位 可是 我觉得陆委会啦 我觉得 虽然他不予回复 但我们的沟通管道 其实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畅通 但是还是有沟通的管道吧 最正式就是我们发案给他 对不对 我们正式发案给他 我认为啦 这个是影响 台湾 整个猪肉肉品制造好几千亿的 1500亿 我认为不止啦 不止 我认为不止 你还有包括相关的 是是是 我们的相关的产业 你的加工业 你的 这个 那个什么 他的饲料 是 还有相关的 这一些等等的 我认为不止1500亿 是 整个还有就业人口等等 这么多 是 我认为啦 像这一种的 你除了 正式的书面给他之外 其实我认为 应该要更积极的 透过私底下的管道 是 你如果你中国 你要故意这样子 你入委会也有责任 让国人知道 中国就是这么 故意要害我们台湾 淪陷的举动 要让我们台湾的同胞 也要这个认知 而不是 他不道德不怎么样 我觉得这不够 要让我们的人民知道 他就是有这样故意的行为 也要让我们人民知道这个危险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可以跟他就事论事 如果你故意要让台湾这样子 达到你的中国的目的 但是 如果你可以从另外一种角度来思考的话 其实他们那边做管制 我们这边做管制 让台湾 能够不被非洲租瘟 变成疫区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双方还有其他好处 第一个 可以显现出他对台湾的善意 他一直讲 什么会台措施什么的 其实都不如这个 我认为这个更重要 是 而且 如果中国已经全面沦陷了 未来中国的养猪的产业 如果还想要再重新走上来的话 其实台湾如果没有沦陷 我们也可以到时候提供给他 我们一个互惠的措施 我们的宰猪 我们的什么的东西 我们大家可以互相配合 委员这是非常进步的 积极的一个想法 我认为这个就是可以跟他们谈判的立基点 而且双方 你从对人民的角度 而且我们台湾人民 对他的中国政府的一个态度 看他从这件事情来做 我们大家一天到晚 说不要讲政治 这个就是不讲政治 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双方有没有一个合作的基础 跟政治都没有关系 而且对未来中国的整个养猪的产业 其实也有它的立基点存在 所以我认为 陆委会应该透过很多的管道 报公文什么那些 蒋军男那年 对未到时代也不乎了 其实中国如果愿意做 它的管制措施 它的要求他们的人 它也可以宣导 它在它的机场什么也都可以去检查 我们大家都可以 相对的减低很大的风险 它的走势什么的 我们大家两岸共同来打击 其实也是为了中国 它未来 如果还要 它的养猪产业要再起来 有台湾这一块 其实对它来讲是最好的 双方是互惠的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没有政治的考量的情况之下 民生经济最好的合作方案 这个舆论我们要让它起来 而且我也认为 朱伟你要去跟中国 要去沟通这个观念 我非常佩服这个委员 有这么积极正面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一定要来努力的执行 我再自己再重复一遍 就是说 那么今天 这个他 是不是故意的 要造成台湾沦陷的朱瘟 我基本上认为 它是治理失能的 它的治理失能 不应该是故意 如果是故意 是不应该 也是不道德的 我基本上不认为它是故意的 而是认为它是治理失能 所以两岸应该能够合作 双方的政府来合作 彼此来强化 我们来协助它 把它治理能力能提升 其实最重要 尤其刚刚委员 所提到了 所指教的 怎么样 即使正面跟它沟通 甚至来帮它恢复 整个养猪产业 我想这才真的 福利两岸人民的 对啦 不管它是故意或是它失能 我相信我们就是点出问题所在 然后点出未来的利基之所在 然后大家秉除政治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合作议题 双方的诚意就在这边 我觉得中国也可以做给台湾人看 台湾人也可以借此检视中国你的心是在哪里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契机 我个人认为啦 非常佩服委员 所以我真的希望说 各部会都要去做这件事情 但我们陆委会可以透过管道 透过让他们知道有这种情形 我一定来理解 就算他的治理失能 就算他的这样 他如果现在开始来做 其实还来得及 这个对未来大家的 我刚刚说的两点 我觉得都很有帮助啦 是 谢谢委员的指教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蒋结安委员 主席各位列席的官员 还有立院的同仁 大家早 主席我想先请陈主委 委员早 委员好 主委长 台湾的九合一大选 执政党挫败 那事后有媒体 还有一些舆论 有评论说 执政党是败在九二共事 那在野党是赢在九二共事 我不知道 陈主委 您对这一点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 我不介意这种解读 而且有点过度解读啦 我想地方選局 在关注的还是国内的一些议题 跟两岸的关系是很少的 因为这次的选举 也没有人以九二共事 作为一个选举的议题 来树枝人民的这种 支持或者反对 所以我觉得不建议做这种解读啦 好 主委不赞同这个九二共事 影响了台湾的这个大选嘛 不过事实上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有这个候选人当选以后 那当然 当然这个媒体已经很明白的看出来了嘛 就是这个大陆方面有提到 就是说有旅游业者已经组团赴高雄旅游了 而且强力主张支持高雄的 或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 那事实上呢 也有一些蓝营 已经赢得胜选的几位县市首长 也陆续表达要成立这个两岸小组嘛 那请问主委 是不是蓝营的执政县市 是不是已经摩拳霍霍 已经准备开心的迎接路客 准备发大财了呢 跟委员报告有关这个 这个各县市成立这个两岸小组 其实在政治的基本上法规上 他本来就应该要成立两岸小组啦 比如说台北市政府 他有大陆小组 那我过去还没上任之前 我就是他的大陆小组的委员啦 过去高雄市也有两岸小组 市政府在陈菊陈市长时期 也有这样小组 我也去参加开会啊 所以这个各县数去成立 这个两岸小组或大陆小组 这是一个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啦 只是最近被凸显出来啦 中央跟地方之间的协调一致 如果地方政府有一个两岸小组 有个大陆小组非常好啊 那么过去我在台北市政府的大陆小组里面 我也多方跟他们建议 这个台北市政府 一定要有人熟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大陆相关的法徽 应该找这种专才来 能够让中央的法令 中央的政策 能够让地方了解 加加协同一致嘛 所以各县市政府 要成立这个大陆小组 这不是新案啦 那能够成立非常好 可以加强中央跟地方的沟通 那么这是一个 本来就一个存在的东西 那么大家有意愿 能够成立这个 我想是非常好 另外一点 大家都在谈拼经济 少政治啦 所以 不管你是 出去人进来 加强观光客 这些部分 我们也奉赖院长的指示 怎么样来协调 怎么来帮助 让各县市的观光客 能够进一步更来 我们更有一些松绑 这些我们都在积极在检讨 就重点来讲 既然要拼经济 就少谈政治啦 九二共识这个事情 我们最近 做了民调也是 大家的政治不一样 对于一个有 把两岸的政策 放在一个有争议的九二共识 不如 我们一再强调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还有相关法会 处理两岸事务 这是有法律的耶稣力 有legal binding的东西 这个才是稳固 不管你政权怎么样的轮替 不管政党怎么样的轮替 这个是大院通过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我们人民通过的宪法 按照这个东西 来处理两岸关系 这才是政办啦 对于九二共识 现在认知很灰啦 坦白讲 有人还认为 九二共识就是一变一国 主委不好意思 时间的关系 对主委您刚刚提到 就是说 对于这个各县市 成立这个两岸小组 您是乐观启程嘛 而且是知己知彼 不过对于九二共识 之前有媒体 有特别提到了 民进党政府 为了打破两岸的僵局 将提出 大一中架构下的新九二 但是陆委会也 发新闻稿 郑重澄清说 这个新闻纯属 是媒体 记者自说自话 毫无根据吗 而且还强调就是说 中国大陆强迫台湾 接受一中的九二共识 并没有中华民国 存在的空间 这是我们无法接受 任何伤害台湾 权益主张的原因 那另外呢 主委 我们也必须要承认 那个中国是企图 利用任何的管道 任何的力量 影响世界各国的选举 包括从今年我们看到 柬埔寨 然后呢 甚至美国的其中选举 他们也试图影响 甚至在台湾的这个 年底的大选呢 根据这个法务部调查局的资料呢 在今年年底选举 我们掌握到 中国金援 我国特定候选人的案件数 就高达了33件 包括了直接的金援 间接的金援 然后还有落地招待 也就是说 本席感觉 在政治上 其实 中国是对台湾 是极力打压 这个国际空间 是赶尽杀绝的 在经济上呢 他们是阻止 大陆民众来台观光 然后呢 企图要阻止我们的 这个 断绝我们的商机 那在企业上面呢 他们其实是控制台商 然后用各种 金钱利用的方式 然后在情感上呢 又不断用落地招待 然后的方式来收拢 台湾的这个相亲 一种就是拢络民心 收拢民心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陆委会 针对中国大陆一连串 这样子的打压 无视于我方释出的善意 请问陆委会 主委 陈主委 您是不是觉得 台湾目前的处境 是陷入困境呢 有什么样的因应 作为可以突破僵局 好 谢谢委员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 所谓媒体的 大一中架构的 什么两岸公司等等 其实我可以不管他啦 因为 但是因为他用了我的照片 在媒体登出来 有我的照片 让人很多很多的联想 再加上我过去 在当学者的时候 确实是跟 民党前主席 施明德 有提出 处理两岸关系的五原则 简称所谓的大一中架构 那个是属于 学者还跟一些政治人物 对未来提出的构想 但是仅指引那里 指引那个阶段 所以我必须在这里 郑重的澄清 那一篇报道纯属 如果影射到我 纯属作者的一个 自说自话 纯属作者的自说自话 我作为一个陆委会的主委 在这里我必须大院 跟大院很负责任的讲 我们的大陆政策 就是以中华民国现法 以两岸跟人民关系条例 还有相关法规 处理两岸的事务 没有所谓在 在研绎大一中架构下的九二共识 谢谢委员给我这样一个澄清 那么关于大陆方面 因为政治的一个意识形态 强加于他们所解读的 九二共在我们身上 那么造成两岸的僵集 两岸的困难 所以我一再呼吁 我也是一再积极地来呼吁 大陆方面 九二共识这个名声 已经争议18年了 从2000年开始都到现在 已经争议18年了 内容现在越来越离谱 竟然有人认为 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面民调 这个还是占大家的比例 认为是一中各表 还是比较少 所以这么有争议的东西 没有办法作为两岸的基础 我呼吁大陆方面 不要片面地 用你的想象来强加于台湾老百姓 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 这个有争议的东西 不是两岸真正的基础 两岸真正的基础 就我方来讲 中华民国宪法 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及相关法规 这个不管谁来执政 都不能违背这个东西 除非去修宪 除非去修法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最结实的东西 所以我还是再度呼吁北京方面 脑筋要转一转 18年了 不应该再这样子加起 这个真正如果两岸要好 两岸要真正的一个 有正常的往来 尊重彼处的法律体系 我们是民主国家 那么我们的法律是 人民的代表 各位大院的委员 通过的法律 是要求我们政务官 来落实来执行的 这我们不可能违背 我们甚至还有监察院 等等 如果违背这个法律的话 还可能被弹劾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基础 放在一个有争议的九二共识 你没有白纸黑字 各说各话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是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那么我还是呼吁 以我们的宪法体系 法律体系的基础 作为两岸交流的这个基础 其他这些东西 有些抢意 有些看法 那我们就尊重 说说而已 但是就一个负责任的官员 政务官 受到大院的监督 依照宪法 依照大院所通过法律 来认真执行 才是我们职责所在 好 主委一再强调 我们政府的两岸政策是 意以官之的 并没有提出新的论述主张 不过确实 中国大陆 他甚至就是公开 公开在媒体表示 就是说为了 就是说要扶植亲中的政权 而且目标是所在 台湾的2020的大选 这点我还是希望 就是说陆委会特别要注意 这样的一个情势发展 不要让他们拿 这个台湾的选举在 在练兵 那最后一个想要提醒 主委注意的就是说 最近我们也发生非常严重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非洲猪瘟的 这个事件嘛 目前呢 根据了解 就是有21省已经沦陷了 超过60万头的猪 遭到扑杀 然后呢 就了解 好像目前有一些 就媒体说的有 很多的这个中国大妈 就是不断的托人 就是将这中国的猪肉 要运送出境 然后甚至计划 让人家怀疑 是不是一个故意性的 这个计划性的一个行动 然后甚至在 日本的媒体也报导 这样子的一个非洲猪瘟 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 那我们呢 我们也发现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以小三通的管道来讲 台湾呢 在104到107年 这个小三通 这样旅客违规攜带的 这个情况呢 可以发现在106年 有急速攀升 到100 从过去的60件 攀升到134件 所以本席就是要特别提醒 不管是我们陆委会 或者是我们的农委会防疫局 应该要特别注意 这个防疫的这个管道 会不会透过小三通 来入侵台湾 刚刚主委在打询 那个江洪路委员的时候 也有提到就是说 目前中国大陆 对于我们的这个非洲猪瘟 陆委会的这个要求 这个协调 协议的这个窗口 是相应不离的吗 所以就很容易担心 因为刚刚主委您 您有特别提到这个 会员事件进道楼 请用书面 治理失能跟不道德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进更大的努力 去建立这个两岸之间 针对这个朱瘟事件的一个管道 不要让这样子的一个 21年前的口题疫事件 事件再度重演 造成我们台湾这个农民的 这样的一个巨额损失 谢谢 谢谢委员 我们一定来努力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郑天采委员 郑天采委员你讲完帮我主持 主席各位委员 有请主委 委员好委员长 主委好 这个照片是江炳坤 我们前海基会的董事长 他在10号过世 我们江炳坤 这个江董事长 过去长期在事务官体系 这个国贸 这个国贸 我所知道的就是国贸机长 当然之前还有 像经济部部长开始当政务官了 经监会主委 立法院副院长 这个 马总统第一任的 海基会的董事长 我们看这个 我们就从海基会来看 海基会 海基会 这个董事长 是任用了这个 第一任的是 经济方面的一个 专才 相关这些 国同协调谈判 过去在相关的国贸局 本来就是 有这方面的一个 很多的一个 历练 反观了我们这个 蔡总统上任之后 这个第一任的董事长 我虽然在内政委员会 很多年 我还真的还 叫不出他的名字 所以这个部分 事实上他也来拜访过 那时候为了他们的 这个海基会的议算 不过我 两岸关系 刚才这个主委 谈了 一再强调宪法 一再强调 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事实上 这个蔡总统上任之后 这个所 推动了所谓的 自认为是维持现状 然后又否定很多很多的 相关的这些过去的 这些 相关的一些共识 当然 这个你再讲九二共识 事实上 马总统的 他不是只有讲九二共识 这四个字嘛 对不对 我们强调一中各表嘛 对不对 这一中各表也不是 也不是马英九发明的 不是嘛 是蔡总统在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各表一中 一中各表 谁不愿意讲 一中各表 也不愿意讲 各表一中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从这样的一个 历史的事实 你们愿意讲历史的事实 从这个历史的事实 那实际的两岸关系 事实上都可以印证 请教一下这个主委 从这一次的地方选举 他虽然是地方选举 但是他毕竟跟两岸关系 还是有关系 从两岸关系 从这个 我们以高雄 所谓的寒流 来看的话 还是有关系 请教一下主委 到底我们 现在的执政党 的两岸关系 有没有所谓的一些调整 跟委员报告啦 就是这次的地方选举 坦白讲是地方的议题啦 那跟两岸关系比较没有关啦 有关系 主委我先讲一下 对不起啊 是 有关系啊 我们这个 陈吉 总统府的秘书长 我不知道蔡总统有没有去啦 我忘了 不太记得 这个我们陈奇迈 这个市长候选人 就在高雄游行啊 不是吗 游行吗 对不对 就在打 恐共牌啊 两岸牌啊 有关系啊 不是没有关系 所谓的货 货 货 出得去 人进得来 其实就是两岸 其实就是两岸关系 台湾 台湾 毕竟是一个 岛屿的国 等一下 这样一个面积这么小 台澎金嘛 这么小 这么大的经济体在 在个旁边 当然是有关系啊 我们经济 当然是有关系啊 对不对 日本 日本首相 他越多愿意 几转弯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 地方险阱 他还是有关系 经济 其实就是 两岸关系是 脱离不了的 对不对 跟委员报告 如果要从那个 蝴蝶效应理论来谈 什么都有关系啦 但是呢 坦白讲 这一次 这个两岸关系 不是主要的议题啦 那刚刚委员提到 货出去 我们当然 我们是一个 一个 这个 这个岛屿 我们大家在这里面经营 我们是海岛型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货 卖出去嘛 不是只有中国大陆啊 全世界 过去台商 有所谓皮包贸易商 什么意思 皮包里面都是卡洛洛库 都是山布鲁 带着 丑片 全世界嘛 可是后来 两岸开关 经败往来以后 大家就是 吃一个容易采摘的水果嘛 所谓easy food嘛 所以 青春跑到大陆去 忘记了台商 走向全世界的精神嘛 所以政府的新南向 我们要多元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东西 到了大陆去 其实最后还是欧美啊 那现在中美贸易战争 现在很多人 在生产基地 某种程度转移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到 整个大的市场 中国大陆有市场 很多东西我们卖给他 我们 有钱不赚 那这个是违反这个商业法则的 这没有问题 你要把东西卖给大陆 大陆人民要享用 我们 我们积极 可是 有很多产品是全世界的 所以我们不能只放在大陆的市场 多元化 我们要化为当年皮包贸易商的精神 哪个皮包 里面都是卡拉罗格 都是山布鲁 走遍全世界 这是台湾 我们一直以来 真正的这个精神 没有错 皮包的精神是没有错 但是 当时的两岸关系不同 当时是敌对的 对不对 当时是戒严时起 当时是没有 两岸没有往来 当然是这样 而当时大陆还不是 世界的主要的经济体 我还是不能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我支持 在大陆的市场 大陆有市场 我们还是要货到那里去 但是不是只有那里 全世界 我们都可以去卖 比如说韩市长 他也讲 你说北韩领导人 要来跟他买水果 他也卖 这就是很好的精神 这就是台商的精神 对不对 比刀贸易商的精神 走遍全世界 你应该好好跟台商谈 台商不认同你这样的说法 我们先看这张照片 这个江城会 从2008年 江城会八次 然后签署了 这个23项的 两岸的协议 请问一下主委 陈云林 大陆打算派陈云林来 他们有失交 很长的 长期的失交 我们的立场是怎么样 会不会同意 跟委员报告 两岸没有什么失交 只有公益 我说他们两个人 我说他们两个人 跟委员 他来 我们当然从头到尾都加以协助 而且他提出申请 我们很快会核诊 但是我还是强调 两岸没有什么失交 只有公益 尤其他是海鞋的代表 跟海鸡的代表 那是代表双方的政府 我们是以这样的心情看待他 让他来调宴 让他来调宴 你要这样解读 也可以有尊重 因为毕竟他们两个人 已经不是在官场上 已经不是在官场上 也蛮长的时间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个失交 就是让你 当时在官场的 谈判的时候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失交 就是委员 我们从旁协助 不是以失交让他进来 是他有公于 他对两岸的这种 特别在协商 有相当的贡献 双方有相当的贡献 我们是以这样看待 他要来调宴 我们是从旁协助 会积极尽快的来处理 好 这个希望 能够促成 因为毕竟 很快他很快就会来了 当时陈水扁总统的时代 我们的这个也是两岸关系推动非常重要的推手 我们海基会前任的 顾政府 董事长 他当时过世的时候 这个当国台办副主任来 当时的状况是这样 好 我们看这个 还是要请教一下 这个主委 大陆推行的基础证 陆委会的因应 当时在去年的 12月17号 今年 特别 今年 对不起 还真的时间 今天的业务报告 是明年的业务 今年的业务 明年的预算 对对 抱歉 好 这个你们还是要这样推动吗 我们会计定 但是我们会多听各方面的意见 还是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 因为管制法规要实施 还是要有民意的基础 我上次在这里就建议过 是 大陆的基础证 你们都最清楚了 其实它的也不是什么了 就是方便它在当地的生活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这边特别提到 这个公法上权力予以适度的限制 我认为你们还是要应该 这个审慎的评估 谢谢委员 尊重委员的看法 谢谢 好 谢谢 郑委员 我知道我要请他来做 来 接下来我们请林毅华委员 谢谢 我们要请主委 请主委 委员好 委员早 刚才在听您答询别的委员的部分提到 就是陈玉玲要来台湾 那当然最主要是调研江敏昆董事长 那但是有提到说要跟联战碰面这个部分 刚您的答案似乎是说是不适宜吗 是不适宜 因为两个现在都不是官员啊 一个在大陆也不是官员 联战也已经卸任非常久了 两个就是有老朋友的关系啊 为什么不能见面 我觉得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合理的哦 是是是 这部分我想大家都 陈玉玲来 我想所有的媒体都是公开的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跟联战见面这件事情是不适宜的 能不能请主委说一下 我尊重委员的看法 但是我刚刚很清楚讲两岸没有私宜 这见面 两岸没有私宜 请问一下 这不是私宜 台湾是我们是民主国家耶 是是是 竟然不能跟联战碰面 是 这对台湾的民主 是个笑话吧 我请委员让我说明一下 两岸之间没有私宜 只有公交 当年他是海西医会的董事长 请问一下 这对两岸交流有什么伤害呢 两岸不是说 希望能够和平稳定的发展吗 那请问一下 两位是对两岸交流有贡献的政治前辈 为什么连碰了面 你们都要阻止呢 都不行呢 委员跟本文 这是一个角色跟行为的问题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 就是钳制自由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我尊重委员的看法 如果在中国大陆发生 我觉得还 大家还说那是一个威权国家 在中华民国 竟然陈云林不能跟连战碰面 天哪 这是一个大事 我就说伤害台湾民主 也对台湾的自由民主 我觉得这个部分 你们千万不可以做出 这么 这么严重的决定 我这次这个慎重的警告 我尊重委员的看法 如果说将来陈云林 他卸任官员 要用自由行来见连先生 That's fine 但是今天他这次是来调宴 两岸之间 没有什么私交 只有公语 他是以前海协会会展名字 海机会 也没有说是私交不私交 我再次说 两位在两岸交流都是有贡献的人 我们如果希望两岸和平 如果希望两岸和平 两位见面 我觉得不止没有伤害 甚至有帮助 我有尊重委员的看法 但是做了这样的决定 绝对对两岸交流 对两岸和平是个伤害 我有尊重委员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 我这边先严重提出警告 这事情绝对是个大事 所以刚才才会您在回答之中 听到了 我们立刻来阻止 希望可以慎重考虑 重新考量 我慎重考虑是角色行为 两岸之间代表人 没有私交 只有公语 我再说 这个跟私不私交 没有外期 全会长的名义 来调验 前海基会的董事长 我们给予权力的支持 我很想尽快让他来 我觉得刚才 就是这件事情 真为主委 如果有一天 沈玉琳要用各人行 两岸和平 两岸交流是鼓励的 我觉得你做这样决定 根本就是 说是说一套 做是做一套 我有尊重委员的看法 就是如此 说一套做一套 我觉得这对两岸 你身为入委会主委 我觉得这份真的是一个 不治的决定 好 再来 我还是要提一下 一样的 两岸现在情势状况 但是 我们现在的共打 我们现在两岸共同打一犯罪 你的成绩是什么 我们要不要看一下 现在的成绩是什么 是 两岸共打 完全破功啊 你看看马总统执政的时候 起码都在50人 到将近100人 从105年开始 17位 106年13位 107今年才7位 这样子的成绩 说再多两岸讲得再好听 有关键事情 那么重要事情 我们就做不到 做不好 主委要不要说一下 这部分 你不要再拖延 因为两岸情势状况不好啊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哦 尤其12月又来了 我们46位 在柬埔寨的诈骗案 又送到中国大陆 现在在中国大陆那边 大概有超过400位嘛 超过400位 就因为诈骗案 国际诈骗 现在目前中国大陆 但是问题是两岸共打 还有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不希望 两岸变成 一些应该要来 在必须要制法的人 但是却因为两岸的关系 造成它能逍遥法外 我觉得像这些 都是两岸共打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我们看到成绩是如此 然后呢 预算 你们明年预算 还要增加105万 这就让我觉得 成绩这么烂 这么差 还要增加预算 主委你认为合理吗 我想 那要怎么做 你告诉我怎么做 我不要听通话 你这部分要怎么做 让成绩 起码 恢复到比较可以看的数字 跟委员报告啦 就是说 我常常讲两岸的事情 一个人没有办法跳探戈 那么 像非洲猪瘟的事情 我们也在呼吁 不要那么多政治考量嘛 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政治 民生归民生 这个话在这里说是没效啦 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啊 你刚刚已经呼吁很多了 我要听 你刚刚已经讲很多呼吁 我都听到了 因为他的政治体制 跟我们体制不一样嘛 但是你要推到这边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去 因为这个共同打击判罪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过去有没有可以有各种的管道 从海外其他回来也有600多个啦 坦白也讲也有600多个 从海外其他的 当然大陆方面送回来是比较少啦 但是我们还要积极努力 然后能够让对方也知道 这个事情的那个严肃性 跟真正福利两方的人民 这件事情 那主委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希望今年七 连十位都没有耶 连两位数都没有 你能不能起码算 你明年宣誓一下吧 这部分能不能有一些新的突破 我尽力一定努力去突破啦 真的 因为两岸事情 不是我半方面能够 人在他那里 他不妨回来 他有他的一个 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你看非洲猪瘟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 对啦 但是我说的 既然有陆委会 有海其会 那事情都三个 三个 都做啦怎么样 他给我机会 我一定努力做啦 他给我机会努力做 我一定努力去做啊 再来啦 我还是要问一下 前一阵子啊 因为呢 我就没有听陆委会主委说过 因为有民进党的立委 问过国安会的秘书长 是 也问过国安局的处长 是 就是请问一下 我们大陆的企业 嗯 请问在台湾赞助活动 尤其他人讲的是属于科技领域 有没有资安的问题 赞助活动 有没有资安问题 赞助活动 对 应该很单纯的商业行为吧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 国安局说 有资安疑虑 国安会说 应该是两件事吧 透过商业行为影响 那我能不能请问一下主委 请问一下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说 透过商业行为影响 影响什么 影响什么 我想这是应该可以分开处理的两件事情 对于华为的这些本身 全世界都有资安的顾虑啦 那你单纯一个商业 马总统在当总统的时候 就不能卖设备了嘛 是啊 是啊 对啊 但是他现在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强大 以前全世界没有人去这么关注华为的事情嘛 现在越来关注越大 那请看华为手机中华电信有卖嘛 中华电信有卖华为手机 我知道有啦 有啊 有有有 现在最新型的 T20吧 神脑有没有卖华为手机 也有啊 那如果都有卖 所以回到陆委会的规定 陆委会本来不是就有一个规定吗 是 你们有一个 有关于从事广告活动的管理办法 陆委会是最上级机关嘛 是 所以对你们来说 本来就是只要产品 他一般讲的都可以做广告啊 可以销售的项目啦 是啊 那如果认为有疑虑 要经过 陆委会开会审查嘛 那请问一下刚 国安会也这样说 国安局也这样说 但请问一下 有没有送过到陆委会来审查过 如果认为他有问题的话 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 就是没有嘛 没有啦 没有啦 那请问一下 那请问他影响什么 跟委员报告 这我们还分开处理啦 单纯的商业行为 对不对 对啊 那就是依法去做嘛 就是依你们的法嘛 单纯的 所以我再问一次嘛 广告行为 有没有资安问题嘛 有没有资安问题 如果有 如果有 请主委在那边宣示 从 现在开始 我们都静脉 大陆手机 包括华为 包括OPPO 包括小米 要不要在那边宣布 因为没有 你不卖 这单就不会有广告啦 甚至如果说的更夸张啦 更严重 平台不更严重吗 WeChat 抖音 现在抖音多流行 无他 那你要不要都禁掉 主委要不要在那边说 要不要都禁掉 我们还是依法行政啦 对那如果没有 请 请 官员一样 依一个标准 看事情 若今天主委认为说 这就是一个单纯的广告行为 就不要拿它来做 对特定政治 人物 或是对特定政府 地方机关的攻击 有没有问题 标准要一样 不能说华为 赞助 中华电信的电视节目就可以 赞助新北市政府 就不可以 我说真的 台湾人最受不了 没有这样子不一致的标准 标准一样 大家都适用 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 我们是依法行政 一个单纯的商业行为 我们就依法处理 但是我也跟委员报告 华为引起的治安问题 现在是全世界 不断的蔓延开来 所以有时候 华为渡舰 必须去提高警戒 这个 这个也不是我们 现在日本开始禁用华为 现在欧洲也是 我们不能完全没有知识 我们不能神经那么大条 你们可以把层次拉高 去做决定 大家都没有意见 谢谢委员的支持 但是问题是你不要去 不做大的行为的规范 去攻击一个地方政府 真的是 我觉得两岸关系不是这样 我们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好OK谢谢 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请黄昭顺委员 我请主委 他有申請嗎 有還是沒有 時間 有還是沒有 一開始的行程上有 但是我們在協調 我們在協調說就是單純化 他們也願意就單純化 主委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作法 我現在提幾件事 這一次的選舉過程當中 台灣人民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人民 已經在整個兩岸的關係當中 其實已經狠狠地打了你們一個巴掌 因為我為什麼這樣子講 因為大家都想高雄今年怎麼能贏 大家都講台南跟高雄 只要推一個西瓜出來都會選上 但是這一次台南當然也顯得很辛苦 可是高雄是大贏 而且其他的地方都大贏 那這個狠狠的 這個一巴掌是 韓國瑜在選舉的時候 他就講九二公司一中各表 他選舉的時候就講喔 不是選後的時候才講 所以中華民國台灣的人民 在兩岸關係上面 多麼期待我們兩岸之間是能夠往前走 我在這裡再把選舉之後 包括屏東 包括台南 包括桃園當選的縣市首長 現在都在找韓國瑜 他沒找你耶 主委 沒有你們兩個人在說什麼 是 不好意思 你們兩個人在說那要給同意嗎 不是啦 沒有你們兩個現在在說什麼 我要確認一下那個 韓市長當選人 他在選舉時間 選舉之前 是只講九二共識還是講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我不管他九二共識一中 他九二共識是正式講 我們是一直主張 我們 國民黨就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非常清楚 我們從來不會漏掉一個 我們就是 不會啊 那個洪主席就是講一中同表啊 洪主席跟我們講的就不一樣 那個不是經過 我們黨代表大會同意的嘛 欸 你要拿人黨代表大會沒有同意的東西 來這裡像我講 欸 你是經常講我搭手 是了是了 對不對 這樣子沒有道理嘛 是了是了 因為非常清楚 就是 我們當選的高雄市長 在還沒有當選以前就明白的講 那現在選完了以後 包括鄭文燦 包括華偉哲 包括我們屏東的這個潘孟安 都來找我們 找韓國瑜說 我們來合作 他找你要合作了嗎 他們幾個有找你要合作嗎 我負責入委會的這個整個政策 對 所以現在本席在講 我們會這個 現在本席現在在普選 會去拜訪各縣市 會拜訪各縣市 你會去拜訪各縣市 那各縣市現在還沒有來拜訪你嗎 我主動去拜訪 你們主動去 但是現在擺在眼前的是 他們已經主動在找韓國瑜要合作 包括這個潘孟安講說 他不因為人來設事 也不因為黨來肺炎 他希望說 在整個觀光的區域合作當中 可以真的合作 這是潘孟安的 然後桃園太早 韓國瑜他希望 看能不能夠 從南南進北出 或者北進南出 然後 黃韋哲也講 那他們這些 彼此合作的關係 主委你注意到了嗎 我注意到了 因為觀光委員知道 觀光當初我在扁政府的時候 我也是去台灣 觀光政策政府 而且我們要檢討晃 我們要檢討晃 今天兩岸的關係 在我們這一次的選舉過程當中 其實 已經對政府現在 你剛才說會主委 你發生的公文給他 你只發上個公文 沒有打電話 還是你們的電話不通 還是你們還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我想 白紙黑是比較正式行事 白紙黑 因為電話還要做電話紀錄 那電話總是比較快 現在的時間是 也不會啊 那個傳真也很快啊 傳真那你有傳真嗎 也是秒接啊 你有傳真嗎 有啊 那都是 以途不回還是怎麼樣 所以 本席今天要跟您強調的就是說 你一直硬的哼在那個地方 所有的東西沒有辦法往前走 這樣有比較好嗎 跟委員報告啦 你等於還是一個冰凍的狀況 我跟你講 我非常支持後來韓市長當前講的 拚經濟掃政治啦 本來就應該這樣子啦 本來就應該這樣子啦 所以九二公司我剛剛也在講 本來就應該拚經濟掃政治啦 本來就應該拚經濟掃政治啦 那麼正義的東西 那你連陳映年要去看 我們一話班就好啦 連戰你都可以把它阻止下來 這個很奇怪的一件事 陳映年有一天 如果他要自由行來看連先生 沒有問題啊 主委 沒有問題啊 我們有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們有很多的事情 基本上是 我們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有很多 主委 我們現在是在本上 我們有很多的事情 是 是我們在每一個環節當中 我們也可以釋出善意啊 你有一個多一個溝通的管道 總比沒有溝通的管道 我們要來得好的很多嘛 我的善意就是說 陳映年如果將來要自由行來 你為什麼一定要將來呢 對不對 他這一次來了 舉個工作叫他回去 他如果沒有提出申請 我想我們不會在這裡提 因為我也不清楚他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角色行為 那剛才 角色行為 這是什麼角色行為呢 拜託耶 你現在是在做老師啊 你在做入委會的主委啊 對 我想主委 本席現在 就是很 喔 現在還要太多了齁 我們兩個做了 這樣又不夠了齁 那個很清楚的一件事嘛 對不對 你讓他去看他一下 也沒怎麼樣嘛 你釋出了善意 可能你也在這個當中 也可以再跟他交換意見 例如 你說三個公文過去 他都不理我們 這個對我們 目前 非洲豬瘟的事情 是多麼重要 你為什麼不把握每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溝通的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去做呢 是 對不對 你要不要再重新思考 是 謝謝委員的建議 好 你要重新 願意重新思考嗎 謝謝委員的建議 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 你現在就是 要給我打水 打水 打水 要不然 要給我回答 所以就跟我說 謝謝委員的建議 間接讓我碰丁子 不好意思 那委員這種感受 實在很不好意思 很不禮貌 抱歉 那你現在 有沒有考慮要重新考慮 我們是把事情 單純化好不好 讓那個調驗的事情 他有他的嚴肅性 我們極力來完成這個 來促整這個調驗的事情 兩件事都很 一馬歸一馬 兩件事都非 因為 因為實者為 兩件事都非常的嚴肅 實者為大 實者為大 而且我們也肯定 將前董事長在兩岸的協商 有很大的貢獻 實者為大 我們就讓他很單純的 你現在就是讓我們 又碰軟丁子 這樣就對了 不是啦 因為社會會有很多的爭議 不同看法 這個有什麼爭議呢 單純化 而且我們擺在眼前 馬上有幾件事要處理 非洲的豬瘟 第二個春節加班機 去年五萬個人不容易進來 今年還會有這個狀況嗎 春節加班機 我們現在在雙方 會不會再像去年一樣 有五萬個人 後來就因為 這一班機取消 那一班機怎樣 被砍 會不會再有同樣的事情再發生 應該不會吧 我們政策方向上 也積極來協助 跟去年 不是 不是應該 我現在想要知道的是 結果 會產生什麼樣的狀況 跟委員報告 現在雙方的民航單位 在積極協商 盡可能避免 盡可能避免去年的事情 盡可能避免 還是你能在這裡 能不能跟大家保證 因為 還剩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就春久了 一個多月 我們努力來協商好不好 我們很努力來協商 你去年在這裡 跟我講你要努力協商 我去年沒有在這裡 去年不是你 就是陸委會 政府是 喔 你現在就真的在搭水果了 是的 我們整個政府是連貫的 去年有五萬個人 我知道 為了民進黨的兩岸 所以我們積極協商 避免去年的事情發生 我們積極協商 現在兩岸的民航部門 在積極協商當中 好不好 有多少把握 前委員給我們支持跟鼓勵 我們很努力 避免去年的事情 我一直在跟你鼓勵 謝謝 不然我就想要跟你拜衣服 拜託的好不好 所以你能 不用 我也跟你急功 謝謝 這個這個 我擔不起 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 是 我知道 對 所以包括 桃園 台南 屏東 再找韓國瑜 不找你 然後 朱溫 東文擺在那裡 非洲朱溫的事情 然後 陳怡寧不能進來 那 陳怡寧進來 能進來 不能看年戰嘛 對不對 然後 春節加班機 到今天 你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 跟大家保證說 因為雙方在協商 當然是在協商 去年的5萬 可能沒有辦法回來 對不對 那你的目標 總應該告訴 目標就是不要有去年事情的發生 不要有去年那種事情發生 那你也不敢保證嗎 兩岸的事情 你不是一個人跳探戈啦 要兩萬 我們已經積極了 而且他也願意跟我們協商 你的跳探戈已經講了很多次啊 對不對 所以 本席建議你 跟委員報告 現在兩岸的民航單位有在協商 升捷加班機的事情啦 當然有在協商 每一次都有都有在協商 但是我們就是擔心像去年一樣的狀況嘛 所以我希望主委 好 你不要一成不變的在這裡跟我們打碎過 是 好 這個一直在打碎過 給委員這種印象很不好 對不起 對不起 不用啦 我也跟你對不起啦 我們希望 能夠真的往前走 否則的話 你每天來這裡跟我們打碎過 然後都沒有一個結果 我覺得對 兩岸的關係 不會有任何的協助跟幫助 你每一個公務工具 還是被放在冰箱裡面 我覺得這樣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趙偉 可不可以請一下主委好嗎 還有請法政處的處長 委員好 主委早 你現在不敢跟我講早不早了齁 因為剛剛有人說現在不早了 我想要請教一下齁 剛剛有委員有提到說 陳雲林先生要到台灣來調驗的事 那一般 那一般啦 中國大陸的人民到台灣來調驗的話 如果他的層級夠高 或者他曾經擔任過一般的這個軍黨政以上的話 到台灣來是不是有個審查的機制 這個審查的機制是什麼機制 全民 我們有聯審會 對 不是啦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 的台灣的許可辦法 對不對 那這是個聯審機制 這個聯審機制開了嗎 針對陳雲林來台灣的時候 聯審機制開了嗎 聯審會是開了沒 開了沒 開了沒 每個禮拜二 現在開了沒 今天禮拜一 對明天開 所以開了沒 明天開 明天才開 那主委你怎麼馬上跟我們的委員回答說 陳雲林不能夠跟前副總統連戰見面 我跟委員報告嘛 這個一碼歸一碼 他來的是 來調驗他 那是很單純的行程 那根據哪一條 根據許可辦法的哪一條 說他不可以 簡單來講 要召開聯審會 一定有很多其他的部門 包括內政部 或是包括其他的國安部門 要做評估 要做報告 然後才做最後決定 為什麼是你主委一個人說 不能來 可以來 但是只能去調驗的現場 不能夠跟聯戰先生一起喝咖啡 喝茶 你已經做了決定了嘛 是不是 我們當然是主管機關可以發表意見啊 我的意見 我在這裡表達的是我主管機關的意見啊 這個許可目的就是來調驗啊 我主管機關可以表達意見 因為聯審會裡面會各機關表達意見 我在這裡清楚表達我 入委會的主管機關的意見 只單純來調驗 好 一般啦 不是這個來的目的 一般啦 一般我們台灣的這個人啊 都會覺得說 如果來這邊調驗的話 可能會看看老朋友 剛剛我看幾位委員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他如果在調驗的現場 剛好碰到老朋友的話 你跟他講說拍誰喔 你只能在這個地方舉個工 然後你們都不能講話 要戴個口罩 說我禁止我講話 用這樣的方式可以嗎 不能這樣子 外言解釋到那個程度啦 他是想到 連先生家裡去看他啦 是 所以你應該 如果連先生要到那個調驗的現場 我給你完整的時間報告 如果陳雲林先生來 是根據我們的大陸地區人民 進入台灣的許可辦法來台 然後他需要申請入台證對不對 是 他如果申請的目的 跟他到台灣以後不符合的話 站在你入委會的立場 當然你可以表達不同的意見 是的 但是要明天的連審會才能夠最後的確定 是不是這樣子 是的 那就你們的 資訊的來源 知道說陳雲林先生來台灣 不會只有到調驗的現場 還會到哪裡去 他有提出想去看連先生 是到連先生家裡嗎 對 在他的人愛路的豪宅那邊 去看他是嗎 我不知道他住哪裡 對不起 好 那所以你要完整的講清楚 就是陳雲林先生來台灣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要去拜訪什麼人 不是因為他要拜訪連戰 連先生 而是他要去拜訪的目的 也必須要說清楚 講明白 是不是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給我們完整的資料 不要讓大家以為說 我們入委會很冷血 人要來這個地方 跟我們的江先生 來跟鞠躬之後 結果人要喝一個咖啡 喝一個茶 你都沒辦法去 這是什麼意思 開始說算不是好事 我知道 因為我們希望 讓事情單純化 因為這是一個調驗的行程 我想大陸方面也不希望 把事情複雜化 所以事實上 如果陳雲林先生要來 要訪問連戰先生這件事情 並不是陳雲林先生 獲得大陸的官方說 來這邊除了調驗以外 可以去哪裡去哪裡 是不是這樣 他是不是行程 自己也會很緊張 他從不能隨便在台灣 或是說在台北地區 爬爬罩 是不是他也會擔心 對不起我沒有這種情資 沒有這種情資 沒有這種情資 但是他的 他的申請上面 是有要去看連先生 是在兩岸和平發展基金會 要去看他 不是那個住的地方 這有一個基金 你可不可以現在公開一下 他申請的理由 他現在已經修正了 經過我們溝通以後 他已經修正了 沒有這個行程 沒有這個行程 修正成什麼 就很單純就到海基 修正成什麼 你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 修正成到海基會 這個公釀廳嘛 公釀廳去調驗一下 就這樣 所以他預定來的行程 經過我們跟他溝通之後 已經修正沒有要拜訪連戰 連先生 只有到這個江先生的調驗的現場去 然後是當天就來回 沒有當天 就是總是調驗完的隔一個晚上 他來幾天可以說 他來幾天可以說 他沒有來記者也都知道 現在修正行程之後 是處長你要回答 處長你要回答 是 那個陳先生到台灣來的 確切的時間地點目的跟方向 或是要到哪裡去 12月20號他到 然後下午進行這個調驗 那同時會去慰問 江炳坤先生的夫人 那 是要到他的家宅裡面去 還是就在現場 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還在審查當中 那 一般來講如果是 就是說 往生江先生跟他的家屬 應該都是可以允許的範圍 因為這是整個調驗的process 我們一般在台灣的上葬禮儀 都是這樣子 好然後這是都同意的 好請說 那結束之後他就返回飯店 回到飯店之後 那隔天 他的沒有其他行程 那就搭機的時間 那就到機場 那如果有人去飯店要訪問他可不可以 人去飯店找他可以嗎 我國台語給你問 有人去飯店找他 譬如說我們的主委 主委要去飯店找他喝咖啡可以嗎 跟我們報告我們不會那麼不盡人 記者一定是24小時都會知道 所以你也不能去 想也知道 所以誰可以去拜訪他 民間有人 我們不會那麼不盡人情 但是我們希望形成單純化 因為死者為大 不要橫生枝節 所以我們表達意見以後 他們很快就修正了 大家以嚴肅的心情來面對 死者為大 對這個吊焰的事情 因為兩岸的政治事情已經太複雜 就讓他很單純化了 所以這個 他們也同意做這種修正的時候 以上我們的法政處長 也跟您做最詳細的報告了 主委 如果你可以剛剛心平氣和 跟不同的委員提出你的想法 這一次的訪問的行程 來台的行程是單純化 那我們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也不希望橫生枝節 也就是尊重台灣的這種 上葬的禮俗 是死者為大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不會引起一陣騷動 要不然人家會以為說 民進黨的大陸委員會 這個要動那個要動 我們從來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從來只是希望能夠 雙方對等的尊嚴之下 來做交流跟溝通 但是一直碰壁 對不對 所以不能把所有的罪責 都放在陸委會這裡 是不是這樣 我再問一件小事就好了 是 我們的非洲豬瘟的這個豬 的邊境管制 現在陸委會 除了跟農委會以外 還有哪一些單位 有一起做合作 因為現在越來越嚴重 我要問的問題是這樣子 如果有人經過 大陸很風行的這些淘寶網 然後把這個非洲豬瘟的這些 已經變成香腸的這些豬 偷偷請人帶進來 我這邊提供有一個 在網站上面出現的說 中國大陸的公司說 我們公司在推廣香腸 只要你願意帶回台灣吃看看 我們就發放50人民幣 試用金或者折抵台幣200元 你可以幫忙大娘我做業績嗎 來 中國入境台灣的旅客 就變成走路工的這個報道 可以嗎 剛剛那個張宏露張委員 也提到這件事情 對沒錯 我說 我認為整個非洲豬瘟 最重要的問題是 北京的治理能力已經失靈了 沒關係 沒關係 你不要先講別人的治理能力失能 我們先把我們自己邊境內的管制管制好 我現在就是要處理 這件事情我們陸委會或是海基會 有沒有透過管道跟對方的國台辦 或是對方的海協會溝通 有這件事情非常嚴重 我們必須要做雙向交流跟溝通 有沒有 有還是沒有 我們在最後一次的信裡面有已經提出 最後一次是什麼時候 12幾號 12月14號 我們有更次契涵希望一個交流團 到對岸去仔細談一些細節 那已讀不回嗎 目前還沒有回應 還沒有回應 我們希望再表達我們的立場好嗎 尤其最重要從網購 網購裡面其實會出現這個狀況 我們也列了三個要談的議題 很多人以為是活體的才會出現狀況 其實已經變成這個 可以吃的都是出現狀況 非常非常的嚴重 而且從中國大陸已經蔓延到其他的國家去了 那台灣一定要堅守我們自己在邊境管制上面 否則會很大的困擾 繼續溝通好嗎 因為我覺得說我們如果可以在處理陳雲林先生來台灣調驗的事情 有溝通的管道的話 我也認為在處理中國大陸非洲豬瘟疫情蔓延這件事情 站在兩岸人民的生命安全上面 也必須要充分做溝通 好嗎 這對兩岸都是好的 不管是人的生命安全或是財產的保障 好嗎 主委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的支持 是 接下來我們請管碧臨委員發言 你們需要休息嗎 等一下等一下 你們需要休息嗎 不用休息嗎 確定不用 他為了男子氣概會跟你說不用 是 那管委員講完再休息 那你還是要休息 對啊 因為管委員等很久 那正民眾也等很久 先去先休去休 好 我們等管委員執行完讓他休息 謝謝 請管委員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請主委 委員好 主委好 今天大概幾乎絕大多數百分之百的委員 都關心非洲竹文的科技 那因為最主要的疫區 以及和我們互動最密切的來源 就是中國大陸 所以在中國 作為一個非洲竹文重點疫區來講 大家對陸委會的期待是很高的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現在全民的焦慮就簡化成一個論述 就是我們很可能會連乳肉飯都不能吃 那這個其實 這個比喻其實顯示的是說 非洲竹文如果一旦侵入到台灣的時候 對於全民的庶民生活的影響是寄生且寡 所以 滷肉飯的這個論述 可見就是全民的心中的憂慮 還有未來如果一旦發生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它的危險性是這麼的大 所以整個中國大陸 我們會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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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豬瘟的影響是如何的深遠 我是帶著一個愛之深求之切的心情 在這裡提醒主委 我們內閣所有相關的部會 對於這件事情的宣導 我覺得還不夠給力 是 謝謝委員的邀請跟指教 我也聽到主委有提到 就是在陸委會的部分 你們也有 Live LB 好 夠嗎 但是我們不能去申請那個 好 你告訴我有多少點閱 我們不能去申請那個微信那些東西 你觸及多少人 然後有多少點閱 其實各部會目前的點閱都不高 那為什麼大家沒有全面攻佔所有各領域的媒體 本席就認為電視媒體幾乎已經變成大家完全荒蕪而不去耕耘的平台 可是大家知道我們在網媒的平台上面 畢竟還是大量的是屬於年輕族群他們使用的網路平台 使用的資訊來源 可是除了年輕族群之外 還是有廣大的社會族群 他們是從電視媒體去吸收到相關的資訊的 那電視媒體的部分對於非洲豬群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的宣導幾乎是荒蕪 我覺得幾乎是荒蕪 我今天就聽到主委告訴委員們說 主委你曾經去到金門 對啊 我去過 馬祖我也去過 對 去視察小三通路線過程當中的邊境管理 對不對 我們都不知道 對 是 我們都不知道 這件事情這麼重大 我們的部會首長都出動 然後要到第一線去做邊境管理 這是多麼重要的一個行動 可是這個行動 你為什麼不是帶著我們國內所有的媒體 一起去看 一起去借機宣導 那為什麼除了這樣的行動以外 有沒有更多的行動 不斷的讓我們全面的可以 讓人民知道他們什麼事情是絕對不能做的 連媒體都會出現說 煮一煮吃下去比較安全 連媒體都會這樣誤解 可見這件事情 全民的認知還不夠 是 所以我們的責任其實是非常重大的 是的 那本席一直到昨天 在我們的黨團的族群裡面 的群組裡面 都還有立法委員去接收到訊息 說什麼 說有我們陸配的群組 一直到這兩天 都還有在揪團網購 從故鄉要揪團網購 好吃的豬肉製品的這種行為 都還在封閉的這個網路的族群的社群平台裡面 都還有這種行動在發生 這個是非常不應該不道德 而且是違法的事情 謝謝委員在這裡接入 所以我再度呼籲國人 這種事情絕對不能做 最高可以花到一百萬 我想不涉及不道德 因為他不會有惡意 但是事實上是這樣 是高風險 而且是違法 而且是不可以的行為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能不叫而殺 我們現在不能任何事情 就是通過嚴格的法律 罰潛了事 我們應該要有的宣導 我覺得做得太不夠了 主委 從此以後 你至少至少替我們製造出三則新聞 在電視上 各個電視台都可以播出三則新聞 來宣導說非洲豬瘟的嚴重性 然後大家應該如何防疫 如果每個部會 你看農委會是相關的部會 陸委會是相關的部會 財政部有海關 對不對 交通部有郵局 然後經濟部有網路經濟 如果我光光所指的這四五個部會 每個部會首長 你每個部會首長 每個部會相關的業務 你就給我認養三個新聞 去讓我們的電視媒體 可以做到廣為周知 大家這些行為不要再出現了 連做到這樣都沒有做到 我們來努力三件 好不好 新聞露出三件 至少要做新聞露出要三件 好不好 好 我有這個決心來做到 對 我覺得太重要了 因為到今天為止 我們都還看到去糾團團購 你就是要拿回房子 那我不想看 我們現在有多少的經濟 行為是在電商經濟裡面發生的 是啊 所以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我是心急如焚 那我也覺得說 我們並不是說我製造了一個訊息 然後讓網路自己去傳 让你们去自动点阅就够了 那是不够的 我们首长每天有 首长每天的公开的行程 我们首长每天做公开的行程 让媒体喜爱我们的行程来报导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借机来全民防疫的 所以我想这个全民防疫的工作 还需要你们更加强的去做好不好 另外一个小问题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定义 这个网页为什么你们从2010到现在都没有更新 民怒综合分析报告 这是什么 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2010年前我们做的这个国内各界民调 所以之后都不做了吗 后来我们是因为考量 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国内各界 做这些民调的一些方法背景 那我们如果统整再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有这些异象的调查 趋势的分析 社会氛围的掌握我们不做了 不是我们民调做 我们自己的民调做 我们定期有没有公开有没有没有公开 但是这个是中整各家民调 各个单位的民调 但是对中整的各家民调 在方法论上它到底精准不精准 我要不要把它整合进来 这里面这个有一些争议 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就中整别的民调 这一部分我们就暂停 但是我们的民调该公布 我们都有公布定期都有公布 我想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这个网页你们已经不要 你们看看怎么处理 不要放在那里 让人家觉得我们没有 我们放在历史区 好不好 你就放在历史区好不好 好 那对于这一次选举结束以后 陆委会去委托 是你们委托调查所做的对九二共识的认知吗 对不对 是 我觉得这个很好 是 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九二共识 然后十分麻痹人心 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宗个表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但是事实上并不是 那甚至于我们的社会大众 对九二共识的认知 都还认为说它是一边一国 这个占几% 40 大概有47% 这个太惊人了 非常惊人 持续再下去做好不好 好不好 这个民调 对九二共识是什么 九二共识是什么 我想中国台湾 容许我念一下 好来 就是 请问你认为两岸之间有没有九二共识 认为有的是32.9 没有的26.6 没有意见 不知道是40.6 那 哪 下类 请问下类哪一种对九二共识的描述 跟你的认知最接近 就是你 这是一个问法 就是你认为的九二共识是什么 两岸各自宣称代表整个中国 8.4% 中华民国代表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大陆 两岸是同一个国家 尚未统一的两个部分 21.7% 中华民国代表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大陆 两岸是不同的两个国家 49.8% 这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整个中国 包括台湾和大陆 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的地方政府3.2% 以上皆会2.0 不知道15.4 好 本席要说的是第一个 我们当然发现说 原来九二共识 这么严重的一中原则 一个中国的定义 才是中国所定义的九二共识 那这样的一个事实 竟然高达70%左右的人民 完全浑然不知 然后把它当作一边一国的竟然占最大多数 好 那这个会影响到什么 诸位 它会影响到的是台湾人民 它的社会心理系统 对于两岸关系之间的心理防线 是完全崩溃的 我们是完全崩溃的 所以今天吴宝春出来谈九二共识 或者是韩国瑜出来谈九二共识的时候 选民觉得非常好 我接受 然后中国呢 中国刚好就在这个基础之上 升高了它的通关密语 它的通关密语在吴宝春的声明 上面已经变成中国台湾了 已经不止两岸一家亲 两岸一家亲加九二共识 加上中国台湾 这样的一种统战的与会系统 竟然我们国内的社会认知系统 是这么重大的扭曲 这是陆委会的责任 价值领导是非常重要的 价值的领导在陆委会 在这个主委的任内 我希望你能够更加强 站到第一线来处理这一块 好不好 是 谢谢 好 谢谢 那个管委我们来协调一天 找一个时间把陆委会带到金门去边境管理一下 那新闻就很大 看看礼拜是要下个礼拜 好不好 下个礼拜我们来协调一下 好不好 好 跟周围再来看 好 你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 那就整个你的那个特别议算 什么 就把它冻结 这样子 没有开玩笑的 你会特别会就把他董起来就好了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休息十分 金门有感情 小三中是我们当年 不是只有你有感情 大家都有感情的 我特别有感情 我非常有感情 对 好 休息十分钟 谢谢 谢谢 当年是带决政府去的开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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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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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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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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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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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天酒跟他 天酒跟天酒 天酒跟天酒 天酒是冰冰冰 很好 都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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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讲 刚那个刘司房讲的刚刚可不错 是不是可以就是 是 單純 單純 是 改了 沒有 沒有改啊 他就是20號進來21號出去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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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們剛剛那個講的就是要把它單純化 因為他之前有很多 調約 包括也有調約成員 調約那個燕凱泰 因為我們以前 就是說希望整個教育 健康有趣 那你 現在有一些裁判的主任不主任 照理說我們應該要 要試一下跟他 六五 那 我們 我們 繼續開會 所以現在請曾明中委員 質詢 什麼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沒看到你在那 我看到幾個美女包圍你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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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主席 以及我們 在座的委員 還有我們 對話 以及我們兩岸的交流 尤其呢 現在又 將近春節的期間 過去很多台商 他們面臨的包機的問題 尤其在一月到十月 我看了一個數據 光是我們 路客來台人數 雖然是減少 但是還有兩百二十五萬 但是我們國人到中國大陸 有三百五十萬 那差距還有一百多萬 那證明說我們兩岸的交流 還是非常的密集 但是我本期 比較 關心的就是我們春節 還不到一個半月 那未來 我們這個班機 我們的加班機 我們的包機 會不會再像過去 又面臨的同樣的問題 又變成很多的 我們台商 要回來過這個春節 又延遲了 那這一點 是不是我們陸委會 能來做說明 謝謝委員 我對委員 一向關心 我們在大陸的台商 非常非常的感佩 那這次在關心 春節包機 台商是不是能夠很順利的回來 會不會像去年的事情 之前的一些委員也有 質詢我 那我在這裡 跟委員報告 現在雙方的民航 單位都在密切的協商 我們不希望 重演去年的事情 基本是了解 在我們去年 有M503 503的航線的問題 影響到一百七十六班 我們春節的加班機 那未來 再剩一個半月 我上個禮拜 還跟民航集 來聯絡 民航集說 還要跟陸委會 這邊來溝通 那未來 這會不會又造成 以去年 同樣的事情發生 現在的進度跟委員報告 就是兩方的民航單位 已經開始在密切溝通 怎麼去 不要再從避免去年 這種事情發生 現在密集在溝通 那如果有結果 一定會跟委員還有國人報告 好 那現在 那 那 想知道 說 我們現在 揮桌的豬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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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為什麼要重啟兩岸的對話 因為 不管是春節也好 還是我們的兩岸交流也好 共同打擊犯罪也好 都是兩岸的對話 現在的進度又怎樣 要看什麼議題啦 坦白講 要什麼看議題 那這個 比如說 有些共同打擊犯罪 那麼也有一些 比較小兩會的事情 有繼續在連續 在溝通 那另外 比如說現在這個 春節加班季的事情 那麼這個 相關民航單位 也有在溝通 那對於這個疫情的事情 那我們最近的第三次發言 提出三個議題 想能夠到大陸去談 特別特別電商 電子商務的 因為第一線的那個 海關啊 國境第一線啊 我們還可以比較實體的去 綿密的去監控 去能夠把那個抓出來 可是那個電商啊 郵寶寄過來啊 那這裡面現在已經出現了 那麼這個夾帶的香腸這種事情 甚至你買個東西 送奉送啊 一條香腸 啊這個東西啊 就增加我們的 檢疫的這個困難 所以我們希望從大陸端 能夠在管制 不要呢 再把他的這個 非洲的豬瘟 這個疫區 這種啊 就大陸的所有的豬肉啊 都 肉製品都不要 透過電商進來 這個我們希望能夠跟他溝通 就他那邊做起這個管理啊 第一線的管理 這個應該是還是比較有效的 因為 貨員還是從他那邊來 如果他那邊沒有去商量 沒有去教育他的國民 那麼 我們這邊會層次不同 拼一奔命啊 所以我們最第三次希望 我們也發言 希望能夠就三個議題 最重要的議題就是 電子商務的 郵寄這個 大陸的豬肉產品 進來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他 從源頭去管理 對 因為現在 非洲豬瘟 在中國大陸 他的蔓延速度非常快 對我們的國人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包含說他郵寄也好 但是我們台灣 還是要有嚴格的把關 還是要有配套的措施 所以我說 兩岸的對話 還是非常的重要性 這一點 希望主委趕快來做努力 也要嚴格來做把關 那最重要是 今年的春節 九天的聯繫假日 九天聯繫假日的話 因為 畢竟我們的航班 還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 只要我們台商回來 也可以刺激 我們台灣的觀光的產業 這一點 我們還是要趕快 不要再像 過去去年 同樣的問題 又再發生 好不好 那再來呢 就是 現在 我們中國大陸一些旅行社 他們說 來到台灣 還指定說 藍色的縣市 來做觀光 這一點我們陸委會 一定要跟對岸來溝通 台灣沒有分難力吧 聽經濟 不談政治 不要分難力 每個地方 都可以去吧 所以這一點 所以這一點還是我們陸委會 你本身 就是要跟對岸來做溝通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好不好 那再來呢 因為我們陸委會這一邊 現在我們大家都關心嘛 因為中國大陸跟我們還是 到目前啦 還是將級啦 那你未來 要如何來啟動 我們兩岸的熱線 我想這個 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 守住 我們的立場 讓對方去瞭解 我提的方案 比如說按照中華民國憲法兩岸條例 出兩岸事務 其實這個方案 其實是最牢靠的啦 你的片面設定的政治框架 在台灣社會 竟然有百分之 剛剛民調講 49點多%的人 認為 是 是一邊一國 那這個也是令人很驚訝 而且這個 這個民調 不是我這邊做的這樣 其他的學術單位做的民調 也是接近這個 我是看了其他學術單位做的這個民調 很好奇說 這個跟我原來想像是有些落差 我再把他的題目 拿過來重做一遍 那麼結果其實是這樣 相差並不太大 所以你把這個政策 建立在一個 在台灣的社會內部都有這麼爭議 印象都不一樣的東西 我一直在主張的 不應該放在那裡 應該放在我方法律體系 你有你的法律體系 我不管 但是我站穩我的法律體系 那麼這個不管誰來執政 誰來執政 都是最牢靠的 所以我會用這個不斷來說服對方 讓對方去了解 如果你真的有心解決兩岸的問題 你也應該尊重我方的這種司法管轄 我方的這個法律體系 我也尊重你的司法管轄 對不對 你也要尊重我的司法管轄 對不對 比如說你進來的話 要申請這個入台證 就是尊重我的司法管轄 我們人民去大陸申請台胞證 我也讓他去申請台胞證 這也是我尊重你的司法管轄 對不對 就是說站在各自的法律體系裡面 去才有辦法理順兩岸的交流 所以你把一個九歐公司 這麼爭議的東西 我一再的 這個其實已經爭議18年了 2000年 我當陸委會副主委的時候 就開始爭議這個事情 到今天為止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蔡總統講 中華民國現在兩岸條例出兩岸事務 大家可以想想 我也常常欠 大陸來的一些謊兵學者專家智庫 我也常常欠 你想想看 這是不是才一個真正解決的辦法 而且不會因為政黨的輪替而有變更 而且尊重我的法律體系 因為兩岸條例還是大院通過的 這個 我不按照這個做 我就失職了 是不是 所以我還會把這個道理 跟國人說明白 跟對岸說明白 很多事情臨著物巧 臨著物巧 很單純的 我們是要依法行政 因為台灣人民 大家都想看到說 兩岸的對談 兩岸的交流 能刺激我們台灣的經濟 這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期待 是 那大家也不想說兩岸的 政治搞得那麼僵集 是 所以這未來就是我們陸委會 要去努力的方向 好不好 我會努力 好的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曾明中委員 謝謝 好 那我知道 好 謝謝 我要請主委 委員好 主委好 幾個事情給你討教 11月24號選後 這兩岸政策 會不會做改變 近期內 有沒有要新的突破 我想 我在這個報告裡面也提到 那麼我過去剛剛也再重複 就 有 佔我們立場 兩岸政策是按照 中華民國憲法 與兩岸人關係 調理 處理兩岸事務 那麼既有的交流的政策 我們當然去 能夠進一步 比如說 陸客來台觀光的事情 所以簡單講 未來或者短期內 會有新的突破 另外 在尤其 有嗎 會有新的突破嗎 在交流 比如說在觀光這一步 我們在想辦法檢討更放寬 這已經到了一定的階段了 比如觀光客 比如說一些比較繁瑣的手續 我們廢遲 那麼時間上 是不是怎麼樣有一個更放寬的 我們積極在檢討 我想近期會對外公布 所以開放觀光的部分 而是加大啦 放寬啦 OK 國光已經開放了 但是這細節的問題 兩岸我相信 近期內很難有新的突破 另外就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很多的縣市長都主張九二共識 希望 希望 人進得來或出得去 所以 就他們一再宣稱 包括 國民黨籍的跟民進黨籍的 都希望 朝這方向做 所以 但是很多涉及到陸委會的職權 看到這些縣市長做這樣的宣誓 陸委會打算怎麼協助他們 我非常贊同這個 包括我們 韓市長的當選人 他提到了 拼經濟少政治 這個 我們會來配合 那個院長賴院長的指示 我們在怎麼拼經濟的事情 中央地方 沒有分別 沒有差距 我們因為努力 包括我剛剛講的 檢討 這個觀光客來 怎麼放寬這一部分 我們都繼續在做 所以 我們是能夠全國上下一條心 拼經濟少政治 那有一些縣市政府 打算到中國大陸的某些城市 設立聯絡處 陸委會 站不站場 這個本身在大陸設計的機構 這個本身這個 在現在的法律體系下 是不應該的 聯絡處 也不行 不是 因為它有很多的變形 我們要看看它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更重要的 還是過去一直在談的是 海基海協兩會 互設辦事處 如果這個事情能夠做成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突破 這個才是比我們中央 能夠希望打 但是因為現在功能不張 那假設有一些縣市政府 希望設聯絡處 政策上是贊強不贊強 那這個 在按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它不應該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政策上 不會開放 不是 這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你說到 有必要的話 假設我問政策上 假設有必要 立案可以修法 但是政策上 我也是不樂見 不是 按照法規它不可以 因為兩岸的事情是中央的職權 即使你要去設計 這個代表也是 我們從海基海協來設辦事處為職啊 所以你是 政策上是不贊成 對他去設一個什麼什麼 這個 所以你不贊成就對了 這在兩岸條例上 是不允許有這樣的事情 我跟你提到了 假設 政策上可行 修條例都沒問題 就是說 基本上 陸而未是不贊成他們去設 政策上 對不對 就這個兩岸的事情 當然是中央主管機關嘛 你知道這種 像 覆設代表處這種事情 覆設辦事處這種事情 當然是中央的職權啊 那我們現在政策上 比如說 這些比會涉及到招商聯絡的事情 其實中央不一定 角色很合適啦 沒問題 你政策上 不贊成就算 吵笑 我剛剛還是找上那麼多委員 在問的問題 陳林先生 來台灣調驗 江前董事長 順便去看 順便去看 林鄭先生 你的看法是 還是不贊成 對不對 不要這個順便啦 單純化比較好啦 就很單純化他就來調驗 好 您不准他的法律規定是什麼 是什麼考量 就是我們 每一個交流 有交流的他的 許可目的嘛 許可目的 我們讓他來 許可目的就是調驗嘛 就這樣子 那您剛剛一代 講說 單純化 對啊 去看了一下林鄭先生 就不單純化嗎 這是人之常情啊 大家過去老朋友 順道看一下 會衍生什麼重大爭議嗎 主委 您講清楚 會衍生什麼重大爭議 我有尊重委員的看法啦 當然啦 我有看法但是我要請教你的看法 對我的看法很簡單嘛 就把它單純化 許可目的調驗嘛 不是 就這樣子啊 對 但你更要必須講清楚啊 是 去看了林鄭先生 看一個老朋友 會衍生什麼重大爭議 你跟他講對不對 你生重大爭議 會衍生肢解 哪一些肢解 會什麼爭議 你們有講清楚 我是覺得不要把事情複雜化啦 就是還是回到問題的本質 就是調驗嘛 調驗的好 而且他也 他也同意我們的看法嘛 所以他就修正了嘛 所以這個事情應該也就過去了 是因為你們去要求他才修正嘛 對不對 那他也同意啊 他很快就修正了 當然啊 因為如果是修正的話 他恐怕進不來啊 對不對 我也請教 主委 你還是講清楚 跟委員報告 這個事情他已經修正了 其實他已經過去了 修正歸修正 但是我要知道原因 看了林鄭 我的原因很簡單嗎 有什麼後遺症 目的就調驗嘛 那有什麼後遺症 你說怕衍生肢解 主委 會衍生怎麼肢解 不是啊 這個我們講說 許可目的很清楚嘛 我們就這個目的給他 那他也同意了嘛 那其他很多很多的事情 其實見面方式 其實去見嘛 去見 您讓他公開透明 就好啦 不會所謂延伸其他的肢解啊 主委 你還是講清楚 會延伸什麼肢解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種兩岸交流的一些管制 一定有他 你這個行程有什麼許可目的嘛 那就很單純 這件事情 因為死者為大嘛 我們就把這個事情很單純化 他就來調劑 調劑完就走 他也同意啊 所以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已經 其實已經close了啦 他也同意修正了 然後我們趕快讓他來啊 close歸close 我要知道 您的考量 您入委會 尤其是說聯審小組啊 聯審小組都還沒有開耶 你還沒有完成法令程序 你把reject了 那 我們入委會 聯審小組開這幹嘛 我建議他 然後他也修正啊 然後就這樣出來 然後聯審會 尊重我 我入委會意見總是要表達 如果聯審會有另外考量 是聯審會的時候 我本一職責 做了這個溝通 他們願意修改行程 那麼我們 在聯審會裡面 會支持這樣的行程 很快讓他過啊 那我還是問 你還是沒有回答問題啊 為什麼你說會延伸資解 因為延伸哪些資解 跟委員報告 我們是從思考 問題的本質 他就來調劑 就調劑就好 其他的跟許可目的 不相干的事情 對不對 就單純化就好啦 去看連戰先生 跟許可目的 有相違背嗎 會延伸什麼資解 主委你總講清楚吧 我剛剛講清楚了 非常清楚啊 我就是不清楚啊 我就問你啊 會延伸哪些資解 每一個行程 每一個活動 比如說你來開座談會 你來研討會 你交代這次 我們以這個就給你嘛 好 我在許可目的的東西 他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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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申請 要去看連戰以外 有沒有要來申請要看你 沒有 有沒有來申請看其他的人 沒有 那是不是基於這個原因 你就把他 希望他改 來的 形成的目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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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 目的在很單純 使者為大 就讓他來 調驗單純化 我們從旁結束 積極給以 這樣子 這個比數這個 這個 讓他 這個來調驗 這個 前那個 海基會的董事長這件事情 能夠受到 所以 我的看法 兩岸 有機會 溝通 見面 能夠盡量溝通 是 不要限縮他們 來的一定是 來的那個目的 是 我這樣反而無助於兩岸 朝良性發展 好謝謝 我真正委員的看法 謝謝 好接下來我們請 林常佐委員 主席我們請陳主委 我們現在就截止登記發言 謝謝 委員 來這裡 主委你好 近年自衛被限制出境 被禁止入境的 這個 上海市台辦主任 李文輝 這次來台灣有放行 有 所以我很好奇 就是說 劉委會五月的時候 對於北京當局 一再對台 刻意挑釁與粗暴打壓 不會做事隱忍 即日起 嚴格審查中國各級政府官員 及相關人士來台 所以說 有該讓禁止入境的李文輝 沒有在這個嚴格審查的範圍嗎 不 因為西區的交流很清楚 這 我們的政策裡面 所以他用西區交流的政策來 來申請 我們當然給他許可 是 我問一個 這個 最簡單的 因為這是五月的政策的選選 就是說 要嚴格審查 那所以說 你委公要嚴格審查 這個政策 夠大 有一個中國的黨政軍官員 是依照過去 既的這種規定 可以進來 但是現在嚴格審查標準 之後被拒絕的 你說幾個要讓我聽一下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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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說幾個讓我聽嗎 最少我給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 把那個名單拿過來 還是 還是講一兩個 來 講一兩個 不方便講沒關係 好 我肯定還給委員報告 這樣我給你問 因為數字證明起來 這三年 其實是越來越放寬 這才是我在擔心的 因為如果我們用數字來看 2016年 來 不準 的是6.8% 2017古年 來了 申請以後不準的是6% 今年到達 來了不準的是5.5% 其實是 來了以後不準的數量 反而是放寬 你有沒有因為某一些人 你今天不准他來 可能你古年也是不准這種的來 前年也是不准他來 所以你現在 我現在要問得很清楚 就是 你從5月說是要嚴格審查以後 本來過去是會讓他來的這種內容 今年變成不讓他來 而不是你直接跟我講說 五月之後我們還是有很多 我知道你今年到達 如果不要說五月之後 到達也要還有一千多個是不准的 當然每年一定都有不准的 一定很多 但是 看比例就是逐年降低 所以我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 你雖然對外獎 嚴格審查 五月之後你說這樣 結果我們看到的數字是越來越放寬 我想齁 你現在手上不知道有沒有 譬如說來台灣之後 他的這些統計 是否涉及統戰的追蹤 或是後續影響的評估 很簡單這樣 來台灣做這個交流的 他一定涉及各種不一樣的產業 跟背景跟領域 所以這一些不同的產業 不同的領域 他們來交流之後 他們進行到這些產業未來 雙方可能有涉及到這個統戰滲透 或是脅迫交流的 這過程裡面有不公平的 這些你們有做 這個研究跟評估嗎 譬如說他來做文化 這個文化上面 我們在這個產業上面 被統戰的這個嚴重性多大 來做媒體的交流的 這個嚴重性多大 不同的產業有不同的交流 有做這樣的評估嗎 有一些說不定來的 真的是完全最專業的 最一般這個食物上面的這個交流 我們基本上就是說 有這種統戰目的的 這種case 跟一般正常的交流的 本身的case 我們當然會有一些區分 基本上就是說 主委 人家來跟你升起 怎麼可能寫說 我是要來統戰的 我們有一些 我的問題很簡單 我有一些專業判斷 以及他的行程會露出 這種統戰目的的活動啊 升起了可能沒有 但露出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請去 對 他的露出 所以我現在要問的很簡單 例如說他今天是媒體交流 他是文化交流 娛樂產業的交流 還是其他經濟事務的這個交流 是 每一個部分 每一個部門 我們在那一個行業裡面 現在被中國統戰的嚴重性多大 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研究嘛 是 我跟你講啦 在跟你們調閱這個資料的過程裡面 我要求你們要給我的資料 我連跟你們要說 中共黨公職的出入境資料的統計 陸委會給我的回應 居然是說 陸委會平常沒有這個統計啦 我剛才跟你講的這個數字 是移民署給我的 所以 我 我是知道 我們也要從移民署去調啊 對啊 所以我才會跟你平常 我的想法是 你留委會應該就要有 平衡時就有這些資料 平衡時就有這些資料 要不然你兩岸情勢評估 編快七百萬 兩岸政策研究編快八百萬 經貿政策還有互動議題的原理 編一千兩百萬 結果最後 我連跟你說 這些兩岸他們來交流 他們這些相關產業背後 對台灣的滲透 對台灣的統戰 這個評估研究 沒有 連一個數字 基本的數字都沒有 我跟你要你也說沒有 那 編這些錢是要幹嘛 我 主委 我了解委員關切了 我們的重點 這不是關切而已啦 我問了以後 我覺得你們根本是鬆懈怠惰 言行不一 政策不明 五月公 要現在要嚴格 結果我現在跟你說 基本的數字都沒有 嚴格 你還有一個嚴格的 例如說 最近大家最 某一些產業 例如說娛樂產業 大家也說 哇 這些去比賽 去中國表演 就一定要說自己是中國台灣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統計說 哇 在這個產業 最後做了交流以後 我們去被人家脅迫 一定要去講出對台灣主權不利的話的 這個產業是很嚴重 某一個產業可能還好 所以他們來做這種交流 感覺還蠻平起平坐的 你就要至少有一個這樣的評估啊 那未來你再繼續在某一些 專門滲透台灣 專門統戰台灣的這些產業 就算你來說 我這個是一個最最最最最的交流 我們也要好好的審查嘛 這個才是你五月說要嚴格審查之後 你要做的事 而不是五月說要嚴格審查之後 我們一看數字 移民數學過後 是逐年放寬啊 嚴格審查的結果是逐年放寬 我想沒有啦 我嚴格審查是比較那個 負責決策性的 比如說審台辦啦 這一部分啦 省長這些 你看數字是有下降的啦 你詳細數字背後給我 然後因為我們在內政委員會 沒有委員 我沒辦法直接提預算 但是在協商的時候 我會提凍結啦 我要詳細的看到 你們在做這一些的這個審查 跟每一個對每一個相關產業 他們對台灣現在的這個滲透 還有統戰的狀況 然後我們的因應作為 我想第一步 至少是像你們講的這樣子 就是說 北京當局一再挑釁 與粗暴打壓 不會做事隱忍 嚴格審查他們來台灣 而這個我們當然不是亂審 他們嚴格審查他們來台灣 的基礎 我的想像就是 我再說一次 就是哪一些產業 我們已經嚴重的被統戰 而且我們的從業人員 如果跟中國交流 就要被要求 一定要做出對台灣主權 不利的宣示 的這些產業 就算說這些中國的官員 來台灣的時候 他的這個申請書寫的再怎麼樣的專業 好像都是音樂 好像都是電影交流 好像都是文化交流 但是因為真正交流 下去了 我們是被人家吃豆腐 我們是被人家打壓 這些人 就要嚴格審查 要不然我不知道 你說的嚴格審查 他落實在真正的審查的方式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他一來 還有他如果行為 以許可目的不符 我們當然就警告他 你講的就是剛剛那種 剛剛曾明中委員 我覺得最無聊的 他問那個我覺得最無聊 問到說 人家有沒有去見老朋友 可不可以見老朋友 你如果只有身材這個 我也覺得你很無聊 你如果剛 只有在看他有沒有朋友 來台灣有沒有見哪些朋友 不是這樣 我再說一次 應該就是要就 每一個產業 我們被滲透 被統戰的狀況 來去 決定我們要嚴格審查 哪一類人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 給我一個詳細的報告 現在要省預算了 接著要協商時間也很快 越快越好 一個禮拜以內給我可以嗎 一個禮拜以來 我盡量 可不可以 因為委員談的那個 越快越好 我會跟你們追蹤 期間也搞 越快越好 因為 我認為你這樣 嚴刑不一 五月說要嚴格審查 到現在數字看起來是犯寬 我是很不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陳怡傑委員 請陸委會陳主委 委員好 主委早 有關台北上海雙城論壇的這個部分 在20日要在台北登場 那當然過往他們派的人員 跟這一次幾乎有很大的落差 就是說對岸不再是派出統戰部的成績 而是上海市成績最高的副市長 那這個部分主委你怎麼看 算是相對的釋出善意嗎 我想我們就是交流 城市交流是我們的政府的政策 所以我們樂見這樣的他 我說我開大門走大陸 所以他要采線團來我也很快 然後他也滿意回去了 像現在如果常務副市長來 跟我們柯市長 這樣也有比較對等的關係都好啦 所以主委你覺得這是一個相對的善意 就對岸失處相對善意 怎麼講就正常的交流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就是這樣 所以也沒有任何的善意與否就對了 委員要這樣解讀 公事公辦還是要 委員要這樣解讀我尊重啦 以你的高度應該可以有一個相對的見解嘛 對不對 所以我才說那這樣來說算不算是 對你來說算不算是一個善意的表現啊 我們的陸委會的職責所在就是既然城市論壇嘛 我們就從盤協助 這是公事公辦 從盤協助祝福他能夠辦得很順利 所以是公事公辦啊 阿這樣也不是 A也不是B也不是 不要賣公告叫你要dry啦 就這麼乾啊 那我說次數三億你又 次數三億你又沒有這個 我尊重委員的看法 我尊重嘛所以認同嗎 我尊重委員的看法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未來新上任的國民黨的直轄市市長 對於這樣舉辦類似兩岸雙 就是兩岸雙城論壇 其實都有相對的興趣 也希望朝這個方向走 那假設好了 未來如果台中高雄都想要舉辦兩岸的雙城論壇 那到底未來陸委會的角色是什麼 是以旁觀者或協助者 還是會有黨派顏色之分 這個部分是不是主委可以說明一下 我們是一個法治國 我們依法行政 我們依法來協助 讓他能夠順利辦成祝福 就是協助的角色 因為我不是主辦單位 對啊 就是協助啊 或者是胖國 對啊 依法來協助 所以就沒有任何的黨派的 黨派顏色之分嘛 那所以是不是也比較傾向未來 就傾向跟台北雙城論壇的模式 這樣做這樣城市交流的這個樣板 我不太習慣這種樣板的字眼 就是對岸的啦 就是我們依法治國嘛 那城市論壇台北市 就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會不會有這樣的模式走 對我們就按照這個模式 我們這一次我們 所以你是聽樣板這兩個字聽起來 矮優 但是其實意思就是模式嘛 委員可以這樣想 你這樣聽起來好像是這樣啊 因為你蜘蛛必叫這個樣板這兩個字 啊樣板跟模式是同樣東西啊 所以我們的意思是說你是未來就傾向一這樣子 各地方城市交流的這模式去處理啊 我們就以外來處理協助嘛 制服他們嘛 好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日前外交部將外館的臉書改為台灣 那國防部出資成立的國防安全研究院 近日也發表了三份的報告喔 在報告中內文一律稱對岸為中國 喔這個部分應該主委很清楚喔 那我想請問一下主委 對於外交部跟國防安全研究院的做法 主委他事先你知道嗎 還是他們有沒有跟你溝通過 那你覺得他們這樣一個做法適當嗎 跟委員報告喔 我的執責所在 就是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處理兩岸的事情 那我這個部分 我就 這是我的法律執責所在的 我就一直以來 你可以看到我非常的一致性 我就是這樣 那事前他們這樣一個做法 你知不知情 還是他們有沒有詢問過你的看法 因為有些單位的事情 這個有單位的一些 這個很牽涉敏感議題啊 照理說他們應該要尊重你的專業啊 有的是 我看起來有的是學者的報告啊 加上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沒有問過你 這個事情基本上就 我很清楚 就按照我指手掃在中華民國憲法 兩岸條線 不是啦 現在你不要跟我在那裡 講同樣的東西嘛 就是官方的說法 你在講一百遍 講的還是相同的 我說在這樣子一個做法上 我那很一次性啊 官方說一次性啊 就是說外交部跟國防安全研究院的這個做法事先 你知不知道嗎 他們有沒有來詢問過你的意見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這東西是很好 很Straight forward的東西啊 你不可能去問一個學者的研究報告 那你也有你的想法 而且外交部 國防部好像也做了一些解釋了嘛 不是啊 我現在是問你知不知道 我尊重國防部的解釋 我尊重國防部的解釋 所以你事前知道只是尊重國防部的解釋 沒有這樣推論啊 那你事前知不知道啊 沒有沒有沒有 那你這樣避而不打答案就更清楚了 何必去避而不打 我想要跟你討論是 我現在不是要去跟你討論說 你事前知道與否 因為現在兩岸關係是很敏感的兒 這一份報告我不知道 跟委員報告 這一份這樣的報告我不知道啦 但是他們用這樣的隱暗 譬如說報告中 內文一律稱對案為中國等等 的這一些等等的事件 主委知不知道啊 你知不知情還是事前 你有沒有了解啊 為什麼要跟你探討這個 就是說你覺得 一你現在是主委的高度 你覺得他們這個做法適當嗎 因為現在兩岸關係看起來 好像即將開始要熱絡 就譬如說 因為地方城市的一個交流 可能漸漸的可以融兵了 那如果國防外交單位 卻好像看起來 好像是接連挑釁 那你覺得認不認同他們這樣的一個做法 或主委你是怎麼看待這樣的一個做法 先這樣好了 我們回歸到 你覺得他這樣的做法算不算挑釁對案的行為 不是他這個 你分析那幾個case都很細緻的東西 有的是學者的報告 有什麼是臉書的東西 沒有啊 這個我們上次有討論過啊 像我們上次在討論預算的時候 你也是說現在因為我們就是 目前都停止交流 所以我們要採用學者的報告 來做我們評估整個兩岸情勢的依據 那你那時候是說學者的報告很重要 那我現在跟你說 那現在他們學者這麼做了 又或這麼寫了 你又說這學者的報告跟我沒有關係 那我覺得你這個就是選內容跟選對象去說明啊 報告委員那是國防研究院的報告啦 所以嘛我現在跟你說 國防研究院的我從頭到尾喔 不是問你說他的做法 我只問你說他的做法 你認為在你的高度你認為是不是 我就是守治中華民國憲法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啊 我就稱他中國大陸我始終如一啊 所以你覺得他這樣的做法 有沒有挑釁的成分存在嗎 我守住我的職權所在的 所以你認為你守住你的底線可是國防部沒有 那是學者的報告啦 所以是學者的報告沒有嗎 所以你認為也不適當這樣子嗎 所以我該做的職權所在 那你覺得有沒有挑釁的成分存在嗎 學者的報告 這樣講太敏感了 不然我問你好了 那你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覺得對岸看了以後會不會鬆嗎 會不會心裡覺得唉呦啊 就像你剛剛聽到樣板兩個字 你就覺得全身不舒服啊 那我現在回問你嘛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認為以你的高度跟你所謂的這個 兩岸通等等 對於兩岸這麼的熟識 那我想請問你 你就是以外交部跟國防安全研究 用的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也有一點挑釁對岸的行為 或者是甚至他們會覺得 這個他們也是不能接受的 這個是你的高度問題 這跟你的職責已經沒有關係了 是你的看法 學者的主張有很多是見仁見智啦 我們還是自己政策抓穩最重要啦 所以講了那麼多嘛 你還是在原地賺嘛 你就覺得這麼做其實是不適當的嘛 那見仁見智學者的看法 那現在是學的看法 那你的看法咧 主委你的看法咧 主委看我很清楚啊 我就稱中國大陸啊 十五五一啊 那你看他這麼做 你覺得這樣的做法好嗎 所以你覺得相對也有挑釁的做法存在嗎 我該做的事情 我該做的事情 我職責所在 我在這裡 主委 這清楚表態你的態度 也是你的職責所在 我的態度是我稱他為中國大陸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除以兩萬十五 這是我的態度 你現在這樣 你我比較好奇 私下想問你 做夢的時候會不會也都講同樣的話 嗯 常常夢見好不好 對啊 笑死人我現在問的是你的態度 你不斷在repeat你同樣的話 就是態度啊 對不對 不是我意思說 有沒有所謂的挑釁行為嘛 對主委你覺得呢 學者的話 對所以你這樣子 所以你這樣子 所以我的意思嘛 你用學者這兩個字去搪塞 全部你不願意對面對的這個理由 那我覺得 你的態度都相對的很明顯 我覺得是在中國大陸啊 我有面對啊 主委我們站在這裡 我覺得我不是要跟你去 好像眼紋角質 然後一直不斷在跟你講說 他如果是一個行為 挑釁的行為 你認同他是一個挑釁的行為 還是不適當這麼做 我覺得 以你的工作職責跟工作態度 都應該表述清楚 因為 讓我再說明一遍 學者的看法 見仁見智 那這樣就有趣了 所以我才問你說 那你的看法是什麼啊 我的看法就稱他 中國大陸 你對於學者的看法或做法 你認同嗎 學者的看法 大家都有念Philosophy 你不要好像你的 你講話比較厲害 就好像你很厲害一樣 學者的看法大家是見仁見智啊 對不對 誰沒念過這種 Philosophy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不要真的啦 主委 我覺得 就是說 你到底這牽扯到 你到底認不認同 就是說我們現在政府機關 持續這樣跟對岸硬碰硬的一個結果 好 雖然是學者的看法 但學者也有很多看法 那這樣 你認不認同 就是說 大家外界看是政府機關 持續這樣跟對岸硬碰硬 而 相對的 會不會在這同時 也跟台灣的民意背道而馳 這就你的看法囉 不是學者看法 我現在是問你的看法喔 不是 學者這樣的看法 會不會引起什麼看法 什麼衝突或背道 見仁見智嘛 市長的政治委會主委都會跳針耶 我發現了 我當然很一致的重申我的政策嘛 就趁他在 那 所以你不認為 所以不是嘛 所以主委你不認為說 我們現在政府機關 再跟對岸硬碰硬 我們為什麼跟他硬碰硬 所以沒有 所以你覺得我們這樣的做法 其實有沒有說 我過去 我的報告都要理順兩岸關係啊 增進兩岸的和平穩定啊 所以 主委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做法 你的說法 從來沒有變過 自始至終沒有變過 對吧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兩岸沒關係 條例 處理兩岸事務 稱對岸大陸 中國大陸 主委現在已經中午11點46 夢該醒了 好嗎 不要再 不要再做夢 講瞎話 所以我們是說 要如何穩定 兩岸和平穩定發展 是怎麼樣才有利的 而不是漸漸讓外 外界去解讀 我們現在的 執政政府 不斷的持續在跟對岸硬碰硬 這是你要出來面對去解決的 我指的是這個 好不好 國際社會各方面都很肯定 所以 我們蔡政府對處理兩岸關係 非常的穩健 你可以看到各方面的報告都很清楚 主委說真的 我已經說了 接近中午了 夢要醒了 不要自己騙自己 那另外一個部分還有陸客回溫的事情 包括你們邱副主委也說 其實呢這個陸客沒回溫 甚至很高調的把數據拿出來炫耀 那我想請教一下 陸客沒有回溫 陸委會到底有沒有責任 陸客 我 這個坦白講 就是過去一個月 這是一個月 陸客本身 那麼 確實因為選舉關係 比較下降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 有一些考量 那 我相信很快會慢慢上來啊 不是 我覺得這相對陸委會是有責任的 因為我不知道 你剛剛評論 跟質疑 不願意回答 到底在想什麼 就是說我覺得 陸委會他原來就有相對的職責 就是要想辦法去改善兩岸關係 我在想說 如果今天你們的態度是不去檢討 不去思考 怎麼樣把陸客回溫 去當成一個主軸去做 而是不斷說 用這個高調處理說 欸他沒有回溫沒有回溫 而且還當一個政績在處理的話 我覺得這相對性的很丟 跟委員報 我剛剛停論就是說 我那個放寬政策大概什麼時候要宣布 我停 那你什麼時候要宣布啊 我順便回答你好不好 因為主席 沒有你什麼 那我跟主席借一分鐘啊 你現在可以宣布 因為這都我們很關鍵話題啊 那最快陸客回溫的政策 你什麼時候要宣布 這個大家都很關心啊 不論草野啊 何必要書面 你都已經決定好了 你現在就可以講了 我要放寬的一些措施 對什麼時候最快可以出來 我會盡快 盡快是多快 這個還有一些跨部會協調事情 好那三個月內嗎 好那三個月內嘛 對啊所以你其實 定著不打負負嘛 三個月啊比你想要看的快 好那兩個月 兩個禮拜對啊 我們等一下做個主決議 那我們做主決議 為了符合陸委會主委這積極的態度 我們做一個主決議 這兩個禮拜放寬政策就可以出來 我們其實在 15 號已經放寬了 從五千人提高到六千人啊 現在你的時間已經到了 好啦 那就兩個禮拜 我們就做主決議 尊重黃委員的 我們就做個主決議 謝謝 我們就寫個主決議 現在立刻寫 來 接下來我們請賴瑞隆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請陳朱瑞 主委好 主委 我想 十月四的大選 不只台灣關注 兩岸關注 其實全世界都在高度關注 那主委就因為你長期來 你也是大陸的相當 對兩岸關係相當研究 相當透徹 那現在擔任主委 你對這個未來兩岸的 這個大選後的兩岸的發展 你的看法呢 我想我一再強調 兩岸關係不是單純台灣跟大陸的關係 要看整個美中台的架構 我現在比較關注的是美中的這個 不管在貿易 不管在這個安全議題的禁足 不少學者啊 這個提到就是 陷入所謂休息抵折的這種陷阱 這我們必須關注的 因為是美中的貿易戰爭啊 光這個貿易戰爭之間 就影響台商很大 你現在這個 10%的關稅 2000億 到了3月2號 會不會提到到25%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們台商在大陸經營是茅山道士啊 10%的關稅就已經受不了 25%那個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要及早去了解原因怎麼樣子 像比如說有些台商要回來 或者有些要找新南向 這些我們最近的最重要的功課 都是這些東西啦 所以你看這個兩岸關係啊 你不要單純只有看台灣大陸 要更宏觀的視野 看到整個這個中美的建築 這個才是一個最嚴肅的問題 我們過去來看待 這一段時間以來的兩岸關係 有很多人是看 是用冷和的角度來看啦 除非你怎麼看 過去這段時間來 我尊重各方各面的看法啦 你認同這樣的看法嗎 冷和這樣的角度 對我們來講 我們讓他激起希望能夠理順的兩岸關係啦 那未來你怎麼看待兩岸的關係 會往什麼樣的方向走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就說 你要看兩岸關係怎麼走向 要先去看美中的這種貿易進出安全的議題 那它是一個影響我們一個很大的變數 所以你現在 所以我再請教一下 過去以來有很多的一些 以讀不回的狀況有改善嗎 基本上這個 你要個別議題啦 那有些比如說那個共黨犯罪小兩會 也有一定的交流啊 對不對 他們基本上 這個就看什麼樣的議題 所以你看未來這些問題是會改善 還是會 中國大陸政會持續才會比較 我的看法是 個別議題啦 比如現在關於春節加班機的事情 那 相方的民航單位也在談 好 所以我們來看其實幾個 國際的媒體不管紐約時報啦 他說認為北京會加強 跟國民黨籍的縣市長的對話 進一步孤立蔡英文政府 包括 他也提到北京拒絕 在跟蔡政府接觸下 國民黨的縣市長 可能會成為 北京的對話的潛在人選 主委你怎麼看待 我尊重媒體的評論啦 你認為會是這樣的狀況嗎 未來的 各種 其實有各種各種看法 我們必須綜合 然後我們要一個專業上的去了解 然後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看兩岸的關係 報告說你剛剛這些 紐約時報啦 華爾街日報的這些講法 這些都是他們的一些評論啦 但是我們更清楚要 那除非你的看法呢 我基本上 我剛剛也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這些東西其實都依附在 美中的那種禁足 美中的禁足影響它很大 除非我大家聊一下意思 那我問一下 11月25號 國台辦的這個發言講到 他認為這次的選舉結果 是反映了 台灣民眾 希望繼續分享 兩岸和平發展的紅利 你認為是這樣嗎 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的歷程很清楚嘛 那這次選舉也反映 希望能夠拼經濟 少政治嘛 所以 對這樣的強加政治的框架 我們是不認同的 過去這兩年多來 這個政府也是努力在拼經濟啦 是吧 主委 當然當然 那這兩年多來的這個部分 那我請教一下主委 兩岸的關係沒有辦法 好像出現一個比較 我認為是冷和的狀態啦 那這樣的狀態 主委認為原因是什麼 當然他片面去設計那種政治框架 要求我們 那最簡單來講要求九二共識嘛 可是九二共識在台灣的解讀 很不一樣 我剛剛也報告了 本會做了一個民調 那之前其實我也提到 有個學者做了民調 所以我意思說 不要把政治 兩岸的政治 所以我問你 九二共識跟大家一般認知的 九二共識 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那九二共識到底是什麼 九二共識 我認為在九二香港會談 曾經就這個相關的議題談過 但是並沒有達到共識嘛 是 我們尊重那個歷史過程嘛 尊重後來 就是整個尊重 然後求同存異 然後基本上我們各自爭議嘛 最主要就是各自爭議嘛 然後 主委你認為中國大陸的九二共識是什麼 他要的九二共識 一中原則啊 一中原則 有沒有一中各表 沒有啦 沒有一中各表 只有一中原則 所以一中對外宣稱 這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很清楚啊 你看到他所有的文件都這樣子啊 所以這也是 大家目前台灣沒有辦法來大福的那個部分嘛 因為 如果你認同的這樣的九二共識 認同的這樣的一中原則 甚至認同的是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見了 對啊 所以我們自己的主題就不見 那恐怕 他現在要求的是 九二共識是這樣 好像一個含糊的概念 所以很多人借這個中間的模糊的空間 去創造出他自己的 不管是政黨的利益還是個人的利益 簡單來講跟委員包括 他在國際社會對一中是戰略清晰 一中就是PRC 但對台灣是戰略模糊 戰略模糊 他在這裡給你牙匠很多不同的那種 那種訊息 他是採取戰略模糊 只要講九二共識不要談細節 可是他國際社會講得很清楚 九二共識那就是一中原則 一中原則就是PRC 所以他是有內外有別啦 內外有別 所以我們自己 主委我看了很多的 新當選的一些縣市首長 講九二共識承認九二共識 那顯然他自己也在走那個模糊空間 那真正的中國大陸他要的九二共識 其實是一個中國 他要 從來沒有騙過 而且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來沒有騙過 那如果 一步步的踏進去這個裡面的話 對台灣未來的處境會怎麼樣 很慘啊 主委認為會很慘 當然很慘 我先問一下 主委很多人擔憂的是 是 未來如果台灣這樣一步步這樣走進去 未來走向香港的話 主委你擔不擔憂 擔憂啊 我認為這一次的這個結果 如果連很多人被誤導的話 或者是 中國大陸有這樣的誤解的話 那顯然是我們國人對這一塊的認識 還不夠清楚 我認為應該更清楚的讓人民知道 我們所面臨到的一些困境 跟台灣最整體的利益在哪邊 是 那另外我想講 裡面很多的誤導 包括他還講到什麼 未來的兩岸交流更多 高雄作為指標 我想要問的是 過去以來 有哪個縣市政府 民進黨縣市政府不願意做交流的嗎 沒有啊 民進黨很多縣政府 願意到中國大陸去做交流 但是誰不願意給 陳吉陳市長去過啊 那 後來 後來很多的縣市長都願意再去 不管是從陳吉 不管是到 這個鄭文燦或等等 這幾年 這四年很多縣市長都願意去做交流 希望兩岸和平的交流 但是誰設定的前提 不讓這些縣市長去 那是北京當局啊 那為什麼國民黨的縣市長就可以去 所以是因為政治目的 就是說你聽我的 你接受我的條件 我就讓你去 所以是這樣嘛 那包括很多的立委或中央級的政務官 也是這樣的待遇是吧 所以說 我認為主委 這件事情要讓更多人知道 就是說 其實台灣是一體的 大家應該朝野不分政黨 共同去凝聚大家公司 維護他們的利益 自由民主是我們最大的一個基石 如果我們內部 就被不斷的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的時候 那如果 我認為陸委會 要更積極的 站出來去跟人民做說明 不然 我們會一步步的退手 一步步退手 那有一天 當我們成為像香港話的時候 恐怕像我們這樣站在這邊對話的機會 恐怕未來都是很奢侈的 是 所以希望主委 我們繼續努力啦 謝謝委員長 謝謝 謝謝 我們在那個江啟成委員 資訊完 我們休息 那接下來我們請蔡毅禹委員 謝謝主席 那我們請我們主委 陳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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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主委我想跟你聊一下這個非洲豬瘟的事 那雖然這個疫情的事 大概是衛福部和農委會這邊要去控管 但是畢竟現在整個非洲豬瘟它大概 從中國境內會進來才是 那我們現在最担憂的狀況 陳主委 所以我想這部分我們陸委會基於說 全民一起來防疫的這個工作 那我們陸委會有做了怎樣的一些準備呢 陳主委 就是宣傳這一塊 你可以看到我們陸委會的網站脸書 然後LINE 然後Instagram 我們有很多的不斷地提供這個信息 那另外在小三通這一部分 那我也去過金門 然後去過馬祖 那剛剛的我們黃昭偉也提到 那麼是不是下禮拜 或者再下下禮拜 我們組團能夠到金門 再去先導這個防疫的措施 那麼如果這個黃委員的允許 我們也邀請蔡委員一起來 我們全民一起來防疫啊 形同作戰 好 那我們陸委會就針對說 因為小三通的部分 是每天的往來很多 那他要進來的 我們可能不好掌握 那其他就是說 比方說陸客他們現在組團要進來的 那我們如果事先掌握到 他們有組團進來 那我們有辦法告知他們說 你只要進入台灣境內 不應該攜帶相關的肉品 或者是其他的 可能會涉及到我們的防疫 破口的訊息給他們嗎 我們目前有說到這一點嗎 衛福部啦 現在在航空公司 航空飛機上都會發 那個會有警告 會有講話 還有發相關的傳單 對 讓他們了解 現在是加重 花到最高100萬 所以一定要禁止 但是 坦白講最好的辦法 還是在那個 疫情端能夠控管 能夠把它嚴格的控管 那現在另外一個缺口 我們感到的電子商戶 電商裡面 那裡面呢 夾帶裡面的香腸進來 所以這一步我們最近的第三次啊 發含給對方啊 希望就在電子商戶這邊 他的那個那一端啊 能夠嚴格在管控啊 那我們發含給對方 讓對方有給我們一些正面的回復 現在還沒有 現在還沒有 那為什麼到現在他還不給我們 我們還是要積極去放 他當然有一些考量啦 坦白講我認為 這個非洲豬瘟從8月開始到現在 已經22個省市了 這整個治理 這件事的治理已經失衡了 治理能力已經嚴重出現問題了 所以這個部分啊 那 所以主委你的認知是 這個非洲豬瘟在中國這邊 已經呈現一個失衡的狀況嘛 就是失能了 因為 8月到現在失能了 Incapable 已經那個能力這樣 能下降 幾乎沒有能力在 沒有能力去控管他的 因為很快你看 已經到20 失控了 已經到22個省市了 22個省市 我給主委看一下一個圖 我準備的 以如果這樣來看起來的話 在中國大概就只有 廣東廣西海南島 那以及山東 是 那大概 大概整個中國都淪陷了嘛 對 整個中國淪陷 都已經發現疫區了 但是很遺憾的是你看 蘋果日報2018年12月16號 就前幾天 那中國還是講啊 非洲豬瘟未失控啊 那這樣的這種態度 我想你身為入委會主委 你不方便去評論中國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 已經這樣呈現整個失控 失能的一個狀態 他就有人說 非洲豬瘟未失控 我覺得這樣很不負責任 這是你不方便評論 我來評論就是說 這個國家根本就是莫名其妙 然後我們告訴他們 我們告訴他們說 你必須要把相關的疫情 必須要通報我們 或者是說你說電子商務的時候 我們發言給他們 沒有回覆我們對吧 所以主委 我可不可以拜託你們 再次發言給他們 用語要強烈一些 請他們趕快站在 保障整個國際上的 這個疫情的一個控管 不能讓整個疫情 擴散到其他地方去 中國必須要把所有的資訊 完完整整的告訴 告訴臨近的國家 是不是我們可以再發言給他們 我們接受這個委員的建議 我們積極來辦理 對再次發言 一定要告訴他們 不管是韓國還是日本 我們台灣 我們都有必須要保護 國內的一個產業啊 中國一直要辦 失控 啊失控了結果整個讓他 好像讓他散出去 他無所謂 我們再看一下 今天的這個新聞 今天新聞說 攜帶肉品的一個 肉品的爆量增一倍 我們就是 單就昨天 昨天就開罰17件 那17件裡面 中國也占了很大 中國人的分野占了很大的一個多數 主委你會不會擔心說 中國現在會不會存有 不好的念頭 這個念頭就是說 把非洲豬瘟當作生化武器 來摧毀台灣的養豬產業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跟委員報告 我覺得如果他這樣的虛意啊 不僅是不應該 而且不道德 那我只是覺得他是治理私能去的 那如果他是真的如你委員所提到的這個東西 他真的是這樣子是非常非常不應該 而且是不道德的事情啊 對所以你認為說他現在頂多是在自己內部失控 所以他還不知道怎麼辦 啊定義也大家覺得漏氣 漏氣的 所以他就封鎖消息啦 啊說沒那麼嚴重 還是這個上 內部是這麼嚴重 對 你還不認為說 他有可能說要站在一個說 啊我中國就這麼慘了 你台灣也別想 好過 啊我抓 叫這些人過 反正 好像 罰一百萬有時候對中國來說 不是很疼的 啊他抓他們的人在一起這樣衝進來 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甚至用走私的 嗯 喔 用電子 用電子商務的一個形式 不斷的讓這一些 有高風型的東西 不斷進來台灣 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我們當然要加強皇位啦 好 那假如 真的有 他們有真的這樣一個不當的意義的話 我剛剛講是不應該不道德啊 很不道德嘛 那如果我們 凡義四同作戰 是 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要假設說 中國有可能存在這樣的念頭 要攻擊台灣 用生化 用這樣的生化武器 我想 凡義四同作戰啦 我們一定要全面來防堵 這個 這個 揮州豬瘟啦 擴散到台灣啦 因為這個影響太大啦 所以我們再度呼籲國人 還有大陸來的訪客 還有很多電商 絕對絕對不要把大陸的 豬肉產品 帶進來 這個再度的呼籲 那我再 請教一點 非洲豬瘟說 這種 這種 北斗很厲害 就是你吃到有非洲豬瘟的豬肉之後 並不是 他把它煮過 然後吃下去 這個病毒就可以死掉 沒有 是 是 目前看到的科學報告說 這個北斗厲害 跟他說你吃下去 然後 你後來 你把它排泄出來 病毒還是活的呢 那會不會說 我們國人去那邊吃到了有 非洲豬瘟的豬肉 然後回國之後 哇 他也變成 生化武器的一環 會不會變成這樣 希望不要這樣子啦 希望不要啦 我還是強調啦 剛剛主委你有說 而且我們也呼籲國人 呼籲國人到大陸去交流訪問旅遊 盡量 絕對不要去有疫區啦 尤其就有一個 幾乎都是疫區的嘛 就是發生病毒的那個區啦 而且應該 國人去中國 這個畜牧場養豬場 千萬不能吃豬肉啦 豬肉 相關的東西都不能吃啦 畜牧場養豬場 對啊 不能去也不能吃啦 不能去 好 尊重委員這個看法跟呼籲 好 謝謝主委 謝謝 好 接下來請陳歐柏委員 陳歐柏委員 陳慧委員不在 請江啟成委員 那個江委員執行完 我們休息 休息到一點半 因為要他們整理所有的案子 那各位委員 如果還要對預算提案的 請趕快在最後的時間提出來 那請江委員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主委 請主席邀請主委 不要有這些政治的框架啦 老百姓其實 要一碗飯湯 要打拼 吃一碗飯 很辛苦的啦 不要用這些政治框架來框架 已經發生啦 現在的問題是 面對這樣子的事實 跟未來可能發生的事實 政府的處理方法是什麼 你能夠幫忙處理什麼 我們當然再度呼籲北京 你不要把你的政治框架 框在台灣人民的身上 那個吳寶春有沒有求助你們 沒有 沒有 但我們主動去關切這些事情 那我們要注意 我們當然就是 再度 你主動關切的原因是說 你可以幫他解決 還是什麼原因 我們盡可能去呼籲對方 不要打政治框架 因為 對啦 呼籲啦 蔡總統也講了啦 說這是政治壓迫啦 台灣人不會接受啦 問題是 這樣子的回應 你認為就能夠保證 以後不再發生嗎 其實我跟主委講 我們其實聽到很多業者的擔憂 說下一個可能是他 下一個可能是他 那主委我請教你 如果你是吳寶春 你會不會發同樣的聲明 我們同情的理解啦 因為 所以你也會 我剛剛講同情的理解 這樣這件事情啦 這同情的理解 問題是 你要設身處地 站在他的角度 來思考 如果是你 你會希望誰 如果你是吳寶春 你希望誰幫你處理 第二個 你要不要發同樣的聲明 因為這接下來 會有很多吳寶春們喔 搞不好啊 如果政府的處理方式 是 現在的方式說 欸 這是政治壓迫 台灣人不能接受 中共的威脅無所不在 啊 這是統戰之類的 whatever 那你認為 其他類似 吳寶春這樣子的台商 你剛剛也講啊 你剛剛講得很好耶 現在台灣最需要面對的是 美中 複雜的這個經貿戰 對我們的影響 那如果我是一個小老百姓 或者我只是一個在 賣麵包 做麵包 賣飲料 我很想問政府耶 你口口聲聲講說 我們要如何幫台商來處理這些 眼前的威脅跟問題 那個才是你政府最大的責任 那現在問題來了啊 如果你是吳寶春 你要不要找政府幫你解決 如果你是吳寶春 你要不要發這個聲明 這個才是他們心裡面的問題啦 主委 是 我知道 這個講得太複雜 太高聲沒有用 因為他們面對就是這個問題啊 其實很多人現在是在擔心 他又不是下一個吳寶春啊 甚至他們都已經擬好了 都已經擬好了 主委 這才是問題 所以啊 我跟你講這個源頭來自北京啦 比如說 周子怡事件 到後來我們在兩岸交流 智庫交流一半 他們自己也覺得 不應該有這種事情發生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這一期呼籲國人團結起來 要求北京 不要把這個政治框架放下去 那你認為他就會 你要求國人團結起來 你都要求國人怎麼樣 要求別人怎麼樣 你又沒有要求政府自己要怎麼樣 我自己站出來啊 我也覺得 我們新聞稿裡面很清楚嘛 總統也都講話啦 我們要求環隊黨一起來 跟北京講 拚經濟 不要把政治框架放進來嘛 那問題是 你能不能實際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是一直停留在呼籲啊 今天是你在執政啊 不是在意黨在執政啊 我們希望你解決問題啊 今天民眾來跟我們反應 團結國內的力量 團結國內的力量也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啊 難道國人沒跟你站在一起團結嗎 你這樣講的意思好像 國人不跟你在一起團結 所以你才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問題 不是嘛 我不建議委員這種解讀啊 團結國內是始終要做的事情啊 像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要團結國內 再度的 對北京抗議嘛 這個不是只有用嘴巴講 民眾要的是你拿出實際的作為 你幫我解決問題嘛 你幫我解決不要再發生吳寶春的事件 這才是我們要看到的啊 不是嗎 我就問你嘛 吳寶春有沒有找你解決嘛 如果吳寶春第一時間不是想到你 不是想到政府能夠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政府有問題 為什麼我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作為一個台灣的人民 我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居然不是想到政府可以幫我解決 我居然不是想到海基會能夠幫我處理 然後是我自己要出來發一個聲明稿 宣告全世界我的立場 然後我們政府能夠出來幹嘛 呼籲大家團結 呼籲大家共同出來面對 呼籲對方不要打壓 不要這樣欺負他 結果對方還出來講說 我們沒有欺負他 這不是很奇怪嗎 對方的說法 全世界都有一定的公平 我的意思是說 結果我們反而感覺上 好像政府被他打了一槍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到底政府處理這個的技巧在哪裡 你們有沒有能力處理這個問題 你要怎麼處理 我就說嘛 或許下一個吳寶春就在那裡 然後還有幾個 我們不能一直這樣子 好像等待這樣的事情發生 然後逼著每一個台商 每天提心吊膽 真的好多都提心吊膽 他怎麼知道 現在所有的那個原料 你也知道啦 除非除非你不接地氣啦 很多商品的原料 從台灣到 輸到大陸的 全部 對岸都要求是要打中國台灣 如果要照那個邏輯的話 絕對不是只有吳寶春 每一家幾乎都這樣 幾乎都這樣 那你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找這個問題的本質 還是北京要把這個政治框架 框在我們身上 找到一個問題的本質 問題的本質找出來 接下來是考驗你政府處理的能力 這個不是丟給老百姓來處理 我把現在講我自己是做麵包的人 我怎麼能夠幫你處理政治問題咧 不是嗎 所以這個考驗你們主委你所帶領的陸委會團隊 你們要給主事者給總統什麼樣的建議 如果同樣的事情在發生 蔡總統只是再出來講一次說 這是政治壓迫台灣人不能接受 我跟你講到最後是台灣人不能接受 政府這樣的處理方法 你要知道 民眾是渴望的是解決問題 不要的不需要一堆理由跟藉口跟口水 我雖然身為在黨 我們也希望你能夠好好處理這個問題 否則這個對民眾來講 對台商來講也很困擾 那也無端去 無端會去引起我們內部的民眾的一些 我覺得無端的矛盾 對我們反而是智商 自己傷自己 然後人家還在那邊笑 對不對 所以一個有為的政府 面對這樣的問題 應該要提出具體的說法 而且要讓 讓這一些人想到說 我如果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第一個靠山 政府 第二個靠山叫陸委會 叫陳明通 我找他出來幫我解決 這樣才能夠真的是 欸 主委啊你是兩岸通 民眾希望的是 你這個兩岸通幫我處理兩岸的問題 而不是遇到需要兩岸通的時候結果不通 這個才是他現在的困擾欸 主委 我覺得那個美中貿易的2000億 要不要加增25%這個問題啊 可能對他們來講還沒那麼急迫 是很急迫也沒錯啦 但是可能更急迫的是這一些啊 提心吊膽 所以我了解 所以我在這邊誠摯的要求你們 真的你們要拿出辦法 這個問題要這樣下去 難道就 就讓他們自己出來 再一直發這些聲明稿嗎 我就說這些人已經 他某種程度上 他已經 有點絕望到說 我快要聲明稿 我就準備好了 下一個輪到我就拿出來唸一遍 我姑且不論說 這樣子的效應也沒有在遞檢 因為從周子瑜事件 從早期的徐文龍 周子瑜 85度C 到這一次的吳寶村 下一個吳寶村 再下一個吳寶村 都可能會發生 但是他的效應會不會遞檢 我不知道 可是這個問題 是一直存在著在干擾的 干擾著我們所有的台商 跟我們內部的民眾 我相信這是一個實際的問題 那 你們有沒有辦法 我實在不知道 不過你現在的表情告訴我 就是無奈沒有辦法 不是 我們要繼續去努力 對 這就好像吳寶村的無奈一樣 吳寶村就是無奈 我就無故 你會不會覺得他無辜 是啊 對嘛 所以同樣知道 你的表情是有告訴我 你感覺是沒有辦法 但是北京的對台企圖 這麼多年來 他加大力道 有為的政府 拜託拿出辦法 真的不要再發生這些事情了 這些無保存本 真的很無辜 好不好 好 時間到 我們現在休息 然後吃飯 讓他們整理資料 所以我們下午1點50 繼續開會 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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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